这不是地区 而是我的世界 我被选中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 但我可能会被人杀 因为像我这样的神还有27个 所以我需要获得那个世界的生灵认可 并产生信仰 只有信仰的人数越多 我才能在这场神选竞争中获胜 否则等待我的结局只有死亡 男人名叫星云 是一款名为失落的世界的顶级玩家 在游戏中他发展科技 地区击败了排名第二的玩家霸体 成为第一个完成所有成就的玩家 就在他感叹游戏无聊时 一封神秘的邮件突然出现在屏幕上 恭喜你完成了所有成就 所以测试服游戏结束 失落的世界现在计划正式发布 玩家星云可以在正式服务前享受游戏 你是否要进入游戏 看着眼前的邀请星云没有犹豫 果断点击确定键 何等他再次睁开双眼 却发现来到了一个废墟的广场 这让他非常疑惑 难道是在做梦吗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随后一个神秘的女人出现在面积 他对星云的所有信息两如指掌 看着一脸顾虑的星云 神秘人示意他不用紧张 因为不止他一个人来到这 伴随着他缓缓抬起双手 一颗蔚蓝色的星球飘浮在空中 难道是地球吗 但很快星云就否定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他看过很多次那个大陆的景色 这块游戏 失落的大陆 而在场的众人皆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神 失落的世界并不是只存在于游戏中的世界 这片土地因为过去的一件事被众神遗弃 在那个星球上 曾经灿烂的文明繁尘 不同的种族和木乡族 现在他们是时候迎接新生 失落的大陆创建的目的 就是为那颗行星寻找合适的星候选主 而它本质上就像游戏中的一样 只要通过努力让原住民产生性命 你就能成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神 文子星云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我选择放弃 神秘人也做出了解释 如果你现在放弃 你将会回到你的日常生活 并且你失去对这个地方的记录 一旦加入游戏就不可以退出 而游戏的结局只有两个 消失或成为那个世界的神 解释完规则后 神秘人示意他们有一刻钟的时间考虑 很快人数就剩下27个 星云也猜到了 他们是按游戏的最大人数邀请候选人 随后神秘人拿出了一份奇怪的卡 这就跟失落的世界一样 选择一个小区域开始你的游戏 而星云作为排行榜的第一位 是第一个选择卡牌的人 在拿到卡牌的同时 他也被传送到游戏的初始 可他却是非常运动 没想到作为第一个抽卡的人 运气会这么快 原来他抽到了胜率最低的一小块昆虫区域 并且只能控制昆虫一类的东西 说是不幸但也是幸运的 因为这个位置处于大陆的东部偏远地区 这就意味着这里很少发生战争 让自己有足够的发育时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场吃昆虫的比赛将是一个很好的气动 比如那些蛙人 但让他困扰的是部落的数量 作为第一个部落很难发掘 因为500多蛙人的数量太多 并且自己的信仰值只有10点 对这群吃饱喝足的蛙人没有任何影响 所以他必须要找新的兑现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蜥蜴 他们也吃昆虫 并且没有水也能在这里生存 经过蜥蜴的仔细观察 一个受重伤的年轻蜥蜴人蜥蜴蜴 这些是原始部落 想必他是在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 他越是觉得被这个世界抛弃 越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荒凉的地区连水都是稀缺的 更别说食物 就在这时 蜥蜴蜴蜴却变得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铃鸟 年轻力壮的蜥蜴人第一时间冲了过去 而老弱病残的只能等他将肉都吃完 最后分到一小部分的 但一些蜥蜴人却认为 不应该将食物分给快死亡的家 原来就在此前 他们遇到了剑尸 克拉克拉因为保护族群受到了 重重的伤害 对此族人认为不应该放弃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此刻的蜥蜴人已经全部休息 可就在这时 克拉克拉却被一阵声音吵醒 当他看清 没想到是一只蝴蝶 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好像有事在召唤他一样 克拉克拉随即就跟了上去 带他来到山顶 发现了这里有堆积成山的景物 他不可置信地看见眼睛的一切 难道这就是奇迹 在获得食物的恩赐后 星云也受到了蜥蜴人的信用 因为这些假虫是拯救他们的希望 而他也准备实行下一步进行 另一边的蜥蜴人部落 已经承认了是神的指引 并将他称为无名假虫神 再给部落获得这么多资源 克拉克拉在族中的地位也有所提 就在这时他再次看到了蜴蝶的指引 但当其他人得知要前往的方向 是哈兰的方向时 却开始犹豫了 并打算让克拉克拉换一个方向试试 可他觉得应该要按照蜴蝶的指引 因为这片荒野里什么都没有 与其毫无目的地寻找 倒不如选择跟随神明的指引 而星云则在背后默默地看着 他们现在还缺乏信用 所以他也无法与他们进行干涉 如果他们相信 他们将体验到一个从未想象过的未来 克拉克拉按照指引的方向 很快就发现了一片沙漠绿洲 他相信是无名甲虫神把他们带到圣面 与此同时星云的神性等级得到了提升 小区域bug的级别也增加到了二级 并获得bug诸服的加持 这让克拉克拉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得到升级的星云可以进入他们梦境 星云需要借助克拉克拉 帮他打造出自己的星星 随后一个牛骨头便出现在他的身上 这就是无名甲虫神的样子 第二天他就宣布了 昨天晚上梦到的事情 他们需要猎杀一头野牛做出奖虫神的样子 但族人似乎不同意他的作用 因为野牛群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 克拉克拉也肯定他的卡 所以他打算一个人去 文此族人皆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示意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他获得了神的祝福 自己的伤势不仅全运 并且力量也得到了提升 伴随他投出镖枪 几十米开外的大树被静置洞传 就在这时 一群野牛群从山下进入 克拉克拉知道这是神明的旨意 随即孤身一人冲向牛群 仅仅只是一枪便杀死了一只 见此其他人纷纷上前帮忙 来到晚上 克拉克拉已经用牛骨 做了一个神的形象 并对其进行祭祀 感谢无名假虫神的馈赠 虽然这是一个草率笨拙的仪式 但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因为星云的信仰值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这一切都是值得 原来就在此前 星云用野草将牛群引到山下 以便给他们提供资源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们连小牛也吃了 在这个阶段 很难期望他们掌握 与放入有关的知识和进入 这个绿洲的人口支持度不是很高 最多也就几年 在目前的状态下 他们对农业或牧场一无所知 这段时间可能很难度 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 去领入某些知识 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困难 因为有规则的限制 又不能直接告诉他们 很快星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但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克拉克拉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看到祭坛摇摇晃晃 好像是在告诉他们有大事情发生 就在他爬上祭坛时 发现远处有一只强大的部落朝他们赶 从这些人的皮肤颜色推断 他们是克拉克拉以前的族人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首领似乎很强大 因为他骑着一条苦苦的地面 看看这些人数 似乎整个部落都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原有的家乡 已经被他们粉饰殆尽 克拉克拉猜测 他们可能是从这里经过 因为他们这个位置需要爬到山顶 才能看清 但没想到他们巡逻的小队过于热气 提前暴露了位置 并警告他们不能从这里经过 首领也没想到会有意外的惊喜 看来这几个人有点不太聪明 克拉克拉示意他不用紧张 这也可能是神明的安排 你是说他在考验我们 克拉克拉给予了特地 也许这不是一个测试 而是一个任务 我认为接受和拯救是我们的使务 毕竟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 就在这时蝴蝶再次出现 这也是神的旨意吗 很难再想得更远 但我会尽我所能传达你的意志 看着克拉克拉做出的行动 他似乎明白了星云的意思 克拉克拉独自做出了这个决定 难道是意志力强的原因吗 因为他的意志力已经达到了14点 星云感到非常欣慰 克拉克拉如果成长为一个 具有高度自我意志的领导者 就可以自主地发展文明 而不是让玩家单独控制一切 他也可以更有效地表达我的意义 面对巡逻队的警告 首领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反而是想套出他们的领地有什么 克拉克拉缓缓走来并告诉 有水资源和食物还有一位神明 这里是无名假虫神的领域 但首领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随即示意他们赶紧离开这个领域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士兵 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克拉克拉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不想和你发起战争 那些失去家园的穷人 可以投入神明的怀抱 你们就会获得神明的眷目 闻此首领大声嘲笑起 你才是那个不知道如何算计的 克拉克拉肯定了他的看法 但你不认识神明 下一次的地龙便朝他发起了进攻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克拉克拉知道必须要获得神明的祝福 此刻他正在祈祷着神明 能赐予他勇气还有力 没想到地龙的力量竟如此强大 仅仅只是一击便让他的长矛断裂 首领随即节节节地笑着 你可以去死 星云在背后默默地看着 就在这时触发了任务 文明冲突 不同的部落开始接触 两个部落的经验值都显著增加 任务来的还真是千军一斧 你已达成任务条件 你关注的部落现在已经成为你的领地 并且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 你是否要使用它 星云果断按下确定键 下一瞬移道光芒 从天而降落在克拉克拉的身上 地龙的力爪也重重地朝他袭去 就在首领以为他已经被拍成肉捆时 却发现拍了个技能 获得祝福的克拉克拉 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避免 但你 第二次 此刻的克拉克拉没有感到一丝畏惧 他就算是没有神力加持 也能一个人解决什么 但问题是他首先要解决这条地龙 地龙的力量只有87 克拉克拉的力量只有30 但他获得了祝福技能是强化肉身 现在的地龙已经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因为给他力量增强了一个地的神性 一个地等于普通力量最大功率的2 简单地说 现在克拉克拉的力量达到了6倍多 这种巨大的力量差异 会让每个人都产生进入 仅仅只是一击便把地龙打开 他们知道 除了获得神明的祝福 没有人能做的 但首领似乎还不服气 捡起地上的短剑就朝克拉克拉系 没想到他这么执迷不误 克拉克拉随即给了一个大祖子 便晕死过去 下一个还有神 见此其他人纷纷放下兵器头衔 就在这时祝福的时间也到此结束 他也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刚才就感觉神明在自己身上一样 看着克拉克拉的表现 星云也是非常满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克拉克拉正思考着该如何走接下来 因为新加入的人数是他们现在的六倍之一 他意识到这一片小小的绿子 承受不了这么多人口 所以他们必须要走出去 才能繁衍出更强大的文明 他也意识到了在与另一个部落融合政策 给他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人质 第二天他找到了懂得如何制造铁器的人质 并询问他制作兵器需要的条件以及材料 铁匠告诉他如果不是因为首领的固质 他以前就可以做出更好的工具 因为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木头 烧木头来制造特殊的燃料 克拉克拉探着手中的短剑若有所思 好的工具不仅可以更好地狩猎 还能提高部落的整体战略 我会考虑明天给你答复 在铁匠走后又来了一个断壁戏 原来他是听说了克拉克拉在整项 所以他决定提供帮助 克拉克拉随即问了一个问题 你一定是在游荡 断壁笑了笑便给予了肯定 这是一句在四处游荡的老身体 寻找一个能接受他的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会了看清方形 文词克拉克拉感到非常好奇 是什么让他这么仔细 断壁抬头看去 随即指着上面的天空 我的答案就在那里 不仅仅是天空 克拉克拉也猜到了是星星 断壁肯定了他的看法 虽然断壁也不知道星星是否真的在意 但他却能根据他们辨别方向 如果你知道星盘的路径 你就不会轻易的失去道路 看着浩瀚无垠的星空 克拉克拉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断壁打算教他如何辨别星空的位置 在断壁的认知里 星星是运动 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变化而变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下子就到了大半夜 断壁表示明晚检查他今晚学习的知识 在他走后看守地龙的侍卫找到了克拉克拉 并表示今天给他食物后 他变得温顺序 原来就在此前 马农他对待任何人都是非常狂暴 侍卫更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但在看到克拉克拉之后 他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见到克拉克拉之后 地龙就瑟瑟发泡 那种来自内心的恐惧 让他每一个动作都变得小心翼翼 他吃下了克拉克拉给予的食物 与此同时克拉克拉示意让他以后安静一些 随后马农就变得乖巧了许 他知道 神明让马农活着一定是有意义 只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 但侍卫找克拉克拉其实还有其他的事情 因为中午给马农喂食的时候 让他得到了一个起码 既然可以驯服地龙这么强大的生物 那么与他类似的想必也可以 克拉克拉让他发表自己的看法 随后他指了指山下的野牛群 另一边的星云也获得了任务的提示 克拉克拉的部落注意到野牛群 获得放牧技能 据说人类历史在某一时刻分裂成两个分质 一些人类负责农业 另一些负责畜牧 虽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兽 但游戏里的发展方向都是一致 各大文明的起源都处于大河流域 给农业提供了很大的变化 和星云选择的部落是蜥蜴人部落 他们拥有强悍的身体以及环境适应性 他们更需要的是田园而不是农民 现在只需要加以引导 他们就能更快地发展了 制造业的发展给他们的进程 插上一双翅膀 得到了克拉克拉的支持 铁匠获得了炼制更强铁气的材料 在铁匠的努力下 他们终于可以生产基本的铁气 目前他可能比经过精心加工的青铜器更柔弱 对于克拉克拉以前的部落来说 他们只能使用石器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但现在铁气将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虽让星云意想不到的是他 一个意外的收获 天文雪 当然他还太原始不能称为天文雪 想必占星术更适合他 但在遥远的未来 他开辟出一条改变世界的道路 克拉克拉看着漫天繁星的夜空 他也明白了断臂为什么说星星是天空的相对 虽然看起来变幻莫测 但他们却能明确地给未来指明方向 在获得了锋利的铁气之后 克拉克拉决定让所有人听听他的看法 神明把我们带到这片土地上已经很久 甚至还让我们看到以前的族 是神明让我们活下来 但那些被赶出荒野 他们会死在荒野 神明要的是拯救而不是排斥 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 因为这是神明的指示 所以我决定到黎明的时候 我们将离开这 寻找更多的资源 随后克拉克拉示意断臂 给其他人传授看星星运行的知识 以及他们将要前往的地址 断臂指着太阳升起的地址 黎明之后 当清晨的太阳升起 我们将前往太阳的柚子 连续走十天 然后沿着扑朽的湖泊 再向右走十五天 再沿着荒凉的山路和山谷小径走三天 最后我们会找到目的 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 那里有着更多的食物以及资源 我们的部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与此同时 克拉克拉便叫住了优尔 并询问他为什么没有把野牛吃点 面对克拉克拉的询问 优尔也是非常疑惑 以为是他做错了什么 而优尔慌慌张张地解释到 当时并不是 每个人都在努力捕捉野牛 然而你一个也没吃 此刻的优尔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仅仅只是肚子没有感到饥饿 如果我不忍住 我不知道我真的饿的时候能不能吃 我就是这么想 闻此刻拉克拉对他的作品 给予了肯定 虽然你现在很想吃牛肉 但你必须为将来做准 随后便询问优尔能不能坚持下去 只要我不饿死我愿意这么饿 很好 随后刻拉克拉决定授予他们更大的事 一支锋利无比的长枪出现在众人面前 见此众人皆是感到无比震惊 因为以前就算是首领 也很难拥有这么好的兵器 这是奖励给那些可以战胜自己食欲的 每个人对他给予的奖励非常满 这让没有获得奖励的人也想拥有 所以他们想做得更好 与此同时 刻拉克拉拿起了一块牛骨 并将它戴在脸上 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知道 他们肩负起维护部落安全的责任 因为在这片荒野里处处充满了危机 很快一只牛骨战士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每一个人将无名甲虫神记在星云 无名甲虫神将与你同在 此刻的刻拉克拉知道 这不是神明的指示 而是他自己的相同 他知道如果还在这 用不了几年 他们就会重蹈上一次的结局 所以走出去是唯一的出路 请原谅你 亲爱的无名甲虫神 蜥蜴人部落发生的一切 星云知道的一清二楚 他知道刻拉克拉一定会证明 不然他也坐不上牧师这个位置 在他的帮助下 甚至还帮星云造就了一个新的个体 克拉克拉的等级也得到了加强 各项属性值几乎都翻了一倍 到目前为止你做得很好 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从现在开始 你将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蜥蜴人部落在荒野里行走三天 炎热的高温让地龙都无法坚持 看到地龙躺下众人纷纷上前查看 断臂知道想必他应该是太累 见此刻拉克拉示意大家原地休息一段时间 此刻的克拉克拉也不知道 他们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因为现在剩下的食物已经不多了 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神明的另一个奇迹 就在这时前往前方探查的族人慌忙党 并示意前方有其他族的人 哥布林对离开身后的地方感到非常配心 因为那里住着一个可怕的惯物 我就在这时他确实突然愣走 一群强大的蜥蜴人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着他们手中的精锐兵器 哥布林马上就放下十足头衔 随后浇出了身上仅存的食物 我想这是一个误物 我们只是想快点离开那个霞 到荒野里找点吃 克拉克拉也好奇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离开 哥布林首领指着后面的高山 他们以前就住在那里 直到突然出现了一个怪物 而克拉克拉也在担心是什么 因为他出现在他们要前往的方式 星云看着发生的一切 这的确是一个难对付的怪物 巨型大蜈蜂增物 他的各项数值都比蜥蜴人不落得要紧 并且拥有两颗巨大的毒牙 失落的世界是这样描述的 他们是消失前的神明创造出来的生物 在众神离开这里后就把他们留在了星球上 片刻之后 哥布林首领便带克拉克拉前往 而克拉克拉也感到震惊 没想到是这么大的怪物 他的一个呼吸就让山体发生剧烈的荒谱 哥布林示意他们不用紧张 这是怪物睡觉发出的声音 随后克拉克拉问到如果绕到走要花多少天 独臂表示至少要八天左右 闻此克拉克拉皱了一下眉头 星云看出了他在犹豫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连部落成员都害怕的情况下 绕到也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你打算怎么做 克拉克拉 就在这时 地旁的卓尔注意到了什么 只见他盯着上方的巨石 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杀死木工的版 于是他是一克拉克拉 我们必须要战斗 因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优势 原来他从之前铁匠那里的工具受到弃 他使得铁匠比以前获得了更多的空气和更省力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产生巨大的能量 那个工具是一个工匠想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 卓尔解释到我们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工具 只需要几根棍子就足够 画面一准 原来他想到了一个移动支点的办法 利用杠杆原理将千斤重的石头移动到怪物的上 让石头滚下去把它砸死 这是一个简单的好主意 但要杀死这种级别的甲的类洞 如果所有的岩石同时撞击 它会有更好的效果 星云也不知道能不能将其击杀 伴随着他们将杠杆撬动 巨石便朝着蜈蚣飞快的 但蜈蚣察觉有异常 巨石已经来到他面前 众众落在他的天灵盖上 却不料三块巨石没能将其杀死 仅仅只是将他的甲的击损 并且还把他激怒 见此克拉克拉示意他们加快速度 将剩下的石头推下去 但星云知道 这一切都太迟了 普通人很难把巨石移动 随后他便给克拉克拉再次降下注目 在获得力量的一瞬间 克拉克拉一个人就将巨石顶到了半裂 更是凭借肉身的力量 把另一块巨石扔下 他知道蜈蚣可能会规避掉巨石的伤害 所以他决定对其进行干扰 只见克拉克拉朝着悬崖逾越而起 不断蓄力手中的长枪 并且朝着怪物的身体部位置出兵器 受到长枪的干扰后 蜈蚣来不及躲闪上方的巨石 在第一颗击中后 蜈蚣已经丧失了战斗 而第二块巨石则给予致命短击 星云对克拉克拉的表现也非常满 这次的狩猎很成功 与此同时对话框提示 狩猎怪物 你的部落杀死了令人增悟的远古甲鞘类动 而星云也获得了狩猎的奖励 他一开始就想抓取这个东西 增悟的内断 每个神都有与其领域相适应的资源 虽然它可以通过消耗信仰来创造 但创造不存在的东西 往往需要不寻常的原料 如果我有这种内断 我就能创造一个生物 而生物是信仰资源生成器 通过它们的存在传播神明的话 另外 如果把它提升到更高的等级 它就可以获得使徒或化身之类的职业 但不知道的是 它的创建方法是否与之前的游戏相似 而星云该如何处理这颗内断 另一边的卓尔正打亮着眼前的怪物 卓尔确定这个肉是可以食用 但还需要进行简单的处理 因为它的口感不是很好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了岩石上的香草 如果用香草将它的味道进行复杂 吃起必然比之前美味 香草经过简单的处理后 果然比之前好吃了许多 就在这时 卓尔询问起了克拉克拉 关于继承人的事情 他认为身为部落首领 也应该找一个办法 从此克拉克拉也是顿时愣 这个问题他现在还没来得及起 随后卓尔质问 如果你从没认真想 那我呢 就在克拉克拉准备回答时 一旁的黄金色光芒吸引 是一块刻满符纹的金属 它应该是从怪物的背上掉下 而优尔更是直接砍了情 独必示意他这个东西不能吃 这个东西叫黄金 曾经他在外面游荡的生活见到 据说即使经过很长时间 它的颜色也不会改变或腐烂 对不能吃的金属 优尔对美味的羚羊更感兴趣 克拉克拉看着手中的黄金 赶快思考起 一切都会死亡腐烂和消失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 这块金杯不会腐烂 也就是说制作这个金牌的人 试图在上面保存一些东西 画面一转来到晚上 克拉克拉依然是坐在石块上看着金牌 他知道里面肯定记录着重要的秘密 就在这时一旁的声音吸引了他 只见几只虫子在羚羊上面不断盘旋 好像在告诉他什么 而克拉克拉看出了虫子的动作 和这块石碑上的记号 他按照虫子的提示刻画着金牌上面的符号 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画面一转来到早上 克拉克拉第一时间与卓尔分享这件事情 随后克拉克拉刻画出一个符号代表的事 另一个则代表的是卓尔 准确地说是代表雌性和雄性 在两者之间加一个等于号代表 成为伴侣的意思 而这也是克拉克拉想要说的 这些往往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才能得到结果 而现在发生在部落的早期阶段 对星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现在 蜥蜴人部落正在享受节日的狂欢 从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一次简单的受力 但这却是蜥蜴人庆祝婚礼的方式 抓住最大的猎物送给佩尔 而星云也期待 他们两人会带领蜥蜴人部落走向怎样的位置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在保证了食物的补给后 克拉克拉的逃离开这个地址 他示意哥布林首领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 因为威胁已经被铲除 而哥布林首领也十分感激克拉克拉 如果没有他的帮助 想必他们只能在荒野流浪 随后他介绍起了自己的海 他对这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 所以哥布林首领决定让他帮克拉克拉带 因为森林里面有的很多野兽和陷阱 画面一转 蜥蜴人部落发现了地上有一些奇怪的角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痕迹 随即询问精力丰富的断壁 而断壁蜴蜴眼就看出了这是蛙人的角 他们有好也有坏人 是一个极其精明的种族 既然他们是来侦查 那说明他们一定经历过战争 从这里的脚印推断至少有五只一生 想必他们是一个比蜥蜴人还要庞大的部落 随后克拉克拉便打算先回营地 而他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营地扩大了一倍 并增派了许多侦查兵和边防人员 在确保安排任务的同时也需要做到公平分别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克拉克拉知道 另一个部落一定在监视他们 在他们转换基地几天之后 并没有遇到蛙人 而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准备了很多东西来确保部落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星云相信没有多少玩家比他更成功 因为蜥蜴人部落不仅开展了续续 他们的住房生活方式也在迅速演绎 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最令人着迷的是 他们很快就确立了文字的概念 这些字符在部落成员之间共享 通过传统狩猎标记与符号的结合 形成了一张原始地理 克拉克拉还记录了当天每个人的收获量 不仅提高了个人的效率 粮食的产量也得到了提升 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而另一边的蝗虫群也在稳步增长 现在星云的昆虫领地已经达到了四季 这是一种他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方式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 会比之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威胁 就在这时优尔正慌慌张张地找克拉克拉 因为有蛙人上门拜访 片刻之后一群蛙人便出现在他面前 秉承着和平共处的园子 克拉克拉也亲自前往迎接 在见到蛙人后他却是眉头紧着 因为他注意到了蛙人中进还有蜥蜴 这让克拉克拉感到事情并不简单 难道他们是来求和的吗 到来后蛙人率先开口介绍自己 我是舒娜 伟大部落首领奥罗一之子 我们无意与你们部落对抗 而克拉克拉也向他们表示问候 我们蜥蜴人部落也没有要对付你们的意思 而蛙人之所以找上门就是为了告诉他们 蜥蜴人部落侵占了他们的领地 但克拉克拉却不这么认为 这里本是一片荒野 上面没有任何的标记和蛙人活动的痕迹 如果我们真的占用了你们的领地 我为此道歉 但这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所以只能赞助这 随后便夸赞起舒嫩 看来你是满足下一任首领要求的最佳人选 你不这样认为吗 而舒嫩也是不禁夸 谈话的内容很快就被克拉克拉整 蛙人来的目的就像他想的一样 他们是被部落首领派来密切监树 更大的问题是他们居然还有别的吸引 这一点非常可能 我需要仔细收集他们的信息 随后克拉克拉便打算要请他们到村子相谈 为我们达成协议庆祝一下 就在舒嫩准备答应时 身后的蛙人打断了 而他只能无奈地表示拒绝 克拉克拉示意他们只是简单地吃一顿 仅此而已 听到吃饭 蛙人便同意了他们的邀请 画面一准 克拉克拉就做好了一只品全羊招待他 而他之所以留下蛙人 是因为他想弄清楚 蜥蜴人和这些蛙人有什么关系 以及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但不能让蛙人知道他对此好奇 随后克拉克拉打算先和他靠近 便好奇地问到他身上的鱼 蛙人自信地解释倒是科加特里斯的鱼 一种极其危险的动物 他们不仅体型庞大还带有东西 并且他们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克拉克拉也好奇长枪能不能击杀他 闻此书嫩不屑一笑 随即让他们的蜥蜴人欧文把他的弓箭拿挂 拿过弓箭之后再让他到远处挂一个板 而克拉克拉也看出了端倪 但同时也给他制造了机会 在蛙人展示完自己的箭术后 克拉克拉也想尝试一下 于是他故意把箭都放歪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欧文被叫过去把箭捡起 克拉克拉以射箭为由自己过去拿箭 获得了与欧文单独接触的机会 在与他接触后 欧文一直在强调他们用蛙人互帮付出 而正是这一个行为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看法 这其中肯定有很大的猫腻 尽管克拉克拉示意欧文蜥蜴人比蛙人强大 可欧文却一直强调需要蛙人保护 没有蛙人我们就活不下去 随后克拉克拉让他忘记刚才的谈话 如果问起就说是询问箭矢 画面一种 经过香草处理的羊肉 蛙人吃得津津有味 并对此赞不绝口 克拉克拉随即示意他牛肉更好吃 舒嫩给予了肯定 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抓到银 而克拉克拉表示他们抓有多分 文慈舒嫩也是一乱 见此克拉克拉说到可以用弓箭来换取 而舒嫩很快就答应 可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警告的声音 随即就说到在考虑考虑 紧接着他画风一转 我们部落的成员对蜥蜴人没有敌意 并让他看看欧文与他们相处的多好 随后他便叫住了欧文 并让他说说他在蛙人部落的待遇 文慈克拉克拉更加紧提起 他那么轻松地提起这件事 好像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事 如果之前没有仔细盘问他的话 想必现在他已经相信欧文说的话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一个项目 在简单的交谈后 蛙人就与蜥蜴人部落告诉 舒嫩轻轻地拍了一下欧文的肩膀 可他却是显得非常害怕 这一切克拉克拉都察觉到了 这看起来不像是平等的人际关系 回到部落的蛙人果然开始盘问欧文 并让他说出克拉克拉与他的谈话 而欧文便表示只是询问关于弓箭的事情 可一旁的刀疤蛙显然不太相信 随即给欧文补了意见 如果我不这样说他就不会相信我 并让他想学就要教学 而舒嫩同意了他的看法 随后夸赞他做得不错 就在这时蛙人让他看看困在岛上的 如果你想让他们活命 那就听我的指挥 现在新的献祭对象已经出现了 闻此欧文便表示一定会听他的话 原来就在此前 欧文的部落来到这里时 蛙人也是发出了友好的邀请 没想到却是一个圈套 他们部落剩下不到200 而蛙人却有1500 只因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神秘 一条体型巨大的双头蛇 黑林部落的首领似乎是个强壮的战士 虽然部落里有600 但欧文似乎不相信他们的实力 因为他们连弓箭都不会使 只要他们被陷阱 他的孩子就能活下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蛙人也没想到 他们真的能抓住野牛并将其圈养起 克拉克拉示意他们拿弓箭来换 就可以把野牛带回去 就在这时欧文却开口 表示交换物品时可以相互了解一下 因为他们对菲林部落一点也不了解 随后便邀请克拉克拉到蛙人的村子看 只要他前往就会给予他更多的资源 画面一整 克拉克拉正实验着自己制作的弓箭 但弓箭只有蛙人的一半距离 他知道现在虽然模仿了很近 但他们不知道弓箭的制作 所以自然达不到真正的效果 随着蛙人的拜访的次数越来越多 克拉克拉知道他们宣传的和平 实际上是在信仰的画子下隐藏了一些东西 他们可能是想耍花招 问题是克拉克拉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 所以蜥蜴人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此外 蜥蜴人部落还开始研究草药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因为他没有懂得草药的医生 而两人也开始讨论起了欧文 卓尔表示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他知道欧文一定是被蛙人挟迫 另一边 由于欧文没有成功邀请克拉克拉正遭受蛙人的教训 随后舒嫩示意刀疤停手 因为他现在还不能死 文此刀疤便将他一把推开 紧接着蛙人示意欧文要加快进度 因为他们准备提前祭祀 必须抓紧时间把蜥蜴人首领和战士全部邀请到这里 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而蛙人之所以要提前是因为他们的组长已经病毒 这个本是蛙人之间的秘密 但他觉得告诉欧文也无妨 那是一种浑身发痒的疾病 一开始白色黏膜开始覆盖皮肤 并且黏膜覆盖的区域会继续扩大 直到蛙人不能呼吸憋死 欧文第一次听说搔痒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他也好奇舒嫩为什么要告诉他 想必是蛙人在考验他 随后他表示不应该让黑灵部落的人知道 但舒嫩则示意他顺其自然 因为只是包不住 紧接着欧文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跟他们说这个疾病也会传染蜥蜴人 他知道有一些要混一起会使皮肤发痒 闻此蛙人对他的方案给予了肯定 随即承诺他成功把蜥蜴人首领骗住 就无条件放了他的孩子 所以你应该尽力说服他们 与此同时欧文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可以带一些弓箭过去 因为这样显得更有诚意 尽管蛙人不情愿 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罢面一种 蛙人再次登门拜祭 并带来了很多的物资 而蜥蜴人部落则是用草药作为交换 但蛙人示意他们这还远远不过 随后再次提到了和平的心理 而克拉克拉早已猜到他们的目的 就在这时他提出了只能和欧文单独谈谈的调整 闻此舒嫩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片刻之后 克拉克拉带领欧文来到了另一个地方 不出所料 欧文还是在宣传 蛙人对他们非常友好 并希望克拉克拉放下指引 就在这时 一只蓝色的蝴蝶飞来 随后落在了欧文的头上 克拉克拉随即示意他 我们之间有很多怀疑和猜疑 但这一切该结束了 让我告诉你我们的一切 看着地上画的符号 欧文也好奇是什么 克拉克拉解释到这些符号 他称为字母 他们都有不同的含 这个符号意味着拒绝过 另外的象征着谎言和假 而欧文也好奇 他们能不能组合在一起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如果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那就是不要说话 换句话说 他也可以表示真实 这让欧文感到非常奇怪 克拉克拉为什么不告诉蛙人而告诉他 看出欧文心中的疑惑 克拉克拉解释道 是因为信仰 在我们蜥蜴人部落和青蛙人部落之间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我和你之间的信仰 而欧文不情愿地说道 不用区分蛙人和蜥蜴人 但克拉克拉却打断了他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蛙人的事情 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常负责 我们非常了解那些被边缘化和被赶出去 我和你经历过同样的遭遇 而欧文却变得非常拧念 他没想到克拉克拉竟能推断出一切 看着欧文的反应 克拉克拉知道他已经动了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信仰的迹象 画面一转 此刻舒嫩正夸赞欧文干得不错 因为蜥蜴人部落打算前往他们部落 而刀巴蛙也表示他们非常愚蠢 邀请蛙人参观部落 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蜥蜴人部落的大型 与真正的实际人数 没想到比探查的少了一倍 只有三百多人而已 这一切多亏了我们的大功臣 随即示意他想要什么 而欧文小声的说到只需要放了他的 但刀巴显然有点不太情愿 因为组长不会同意 舒嫩则让欧文放心 我会记住你的承诺 画面一转来到棒了 此刻的欧文非常犹豫 要不要帮助黑灵部落的 克拉克拉看起来很自信 但挖人的数量太多 并且他们连弓箭都不会使用 更不用说战士们的秘密武器 他一直在告诉自己不要相信他 可他内心却是把自己的想法都表现了出 克拉克拉 你为什么要相信我 我只是一个江湖骗子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克拉克拉带着部落的战士来到挖人部 舒嫩第一时间出来迎接 并希望两个部落可以有好交流 克拉克拉也给予了肯定 但吸引人部落的人是全副武装来的 他也做出了解释 因为担心途中会遭遇怪物袭击 舒嫩虽然一脸微笑 但是早已预谋好的一切 等宴席的时候把克拉克拉灌嘴 然后再用毒箭将其射杀 就在这时 克拉克拉四处张望寻找欧文的身影 舒嫩随即示意他在那边准备宴席 而欧文此刻正在地上刻画着 想必他是在标注黑林部落战士的位置 随后克拉克拉叫住了欧文 欧文和往常一样向克拉克拉打招 并提醒他只要黑林部落的战士做 挖人部落的宴会就开始 这是一场有趣的和平交流会议 克拉克拉看着地上的符号 早已经明白了一切 随后他也给予了肯定 并缓缓戴上牛头面具 示意战士们宴会开始 而战士们早已做好了准备 下一瞬他们手中的长枪 尽直动穿了挖人的弓箭手 而挖人也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动手 一瞬间被蜥蜴人战士打得会不成决 克拉克拉示意他们一个也没放过 不到片刻 挖人的刺杀小队就被解决了一大碗 剩下的一些落荒而逃 优尔随即汇报克拉克拉 想必接下来挖人就会用弓箭进行损击 克拉克拉示意他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早已做好了应对之策 与此同时 克拉克拉叫住了欧文 因为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只有他才能完成 另一边 此刻的舒嫩已经气急败坏 并问候了欧文全家 他没想到欧文会这么快就盘了 很快挖人就集合了另一边的战士 表示蜥蜴人只不过是强弩之梦 在数量上远远比不过挖人 所以只要坚持到增援 胜利还是属于他们的 下一瞬进满毒液的弓箭 静止朝蜥蜴人吸去 只要他们擦伤一处就会痛苦地死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蜥蜴人早已做好了种 一支盾牌大军出现在挖人面前 挖人的弓箭根本无法伤及到他们分口 见此舒嫩顿时呆愣 没想到所有的弓箭都被盾牌改变了风险 而蜥蜴人打造的盾牌连长枪都无法动穿 更别说小小的弓箭 舒嫩随即示意他们继续放箭 阻止他们前进 可就在这时 一股奇怪的味道飘了 当他回头看去 没想到烟雾覆盖了大半天 而这样会使得他们的弓箭手精准度大大下降 原来这就是克拉克拉交给欧文的任务 偷偷潜入挖人部落的村子 拯救被困的同伴并将其房屋点灭 欧文随即示意他们也要加入反抗的队伍 但同伴显然有点不太相信 欧文坚定地告诉他们 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飞零部落 他们一定会打败挖人 当挖人反应过来 没想到自己家被偷了 他知道是其他的蜥蜴人也跟着旁边 舒嫩只能暂时撤退 但一旁的挖人战士显然不太多 因为他们损失了很多战士 可舒嫩不会管这些 心里谩骂到你这个愁 如果这个部落的继承人陷入了威胁 那么部落的一切就完蛋了 随后战士询问起 我们要双头蛇神明出战口 但舒嫩显然不想动用这张敌方 难道没有更可靠的方法 当刀疤挖看到村子找粉丝 他知道和蜥蜴人部落的战争已经打响 随后手下向他汇报舒嫩的情 他们现在还剩下15人组 刀疤想了想加上我们那么挖人就有45人 我们仍然有优势 紧接着他示意所有的士兵把剑沾上挖堵 前往支援舒嫩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草丛传来动静 巨大的动静让挖人不含而立 这想必只有怪物才能弄出这么大的灵魂 下一瞬弓剑静直朝那个方向戏去 随后他们却是一脸惊 因为有一条巨大的地龙出现在他们面前 马龙挡下了所有的毒剑 就算是吃掉它也不会中毒 还没等挖人反应过来 马龙就向他们杀去 并示意所有人一起扔 这样就有可能把他堵死 而马龙也是精准地把所有毒蛙炫悟 嘎嘣脆 鸡肉的味道 这让卓尔很适应 他们为什么要扔掉毒蛙 如果他们想堵死 马龙想必是打错了算了 因为他获得了无名假成神的祝福 这让刀疤万万没想到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 马龙就像看着猎物一样盯着他 下一瞬便没了动静 另一边 蛙人从背后偷袭克拉克拉 但他却没有丝毫要躲闪的意思 仅仅一个甩尾就把弓箭击落 随后悠尔上前捕刀 很快就剩下一个蛙人 而欧文部落的人也加入了战斗 不过让克拉克拉感到奇怪的是 尽管形势如此紧张 但是他们的领袖奥罗伊却没有出现 纵观全局的星云嘴角微微上扬 那当然是因为我 原来就在此前 他发现了一种粘膜病毒 他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死亡率 最重要的是他只对两栖动物的粘膜有限 大约在克拉克拉决定离开圣地的时候 星云就在距离蛙人一百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 而他们把疾病转移到这里 是这群甲虫的功劳 在星云投下病毒后 他们的首领便消失 而首领却相信用献祭佛人能够治病 所以便把蜥蜴人抓了 但对他一点帮助攻击 现在他准备再次把这些小孩献祭给双头蛇使 请求他把所有的蜥蜴人杀光 画面一准 欧文疲惫地找到克拉克拉 看着欧文慌张的样子便询问他有什么急事 欧文示意他赶紧前往不中央的小岛 因为他们在用小孩献祭双头使 神也许不能治愈他们的病 但是你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一切 文慈克拉克拉表示需要从长记忆 因为他们的人全在岛上 当我们到达小岛时 我们将无法抵抗蛙人的攻击 并且可能会在路上浴水袭击 而欧文恳请克拉克拉帮帮他 因为我的儿子被当成了忌品 下一瞬克拉克拉眼神变得犀利 十分愤怒地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这个笨蛋 你应该早点相信 我不相信这些粗笨的青蛙所信仰的神 我相信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坦白的 如果那个神出现并攻击我 我会告诉你怎么碾碎那个神 但是为了叫孩子 你不应该早点说吗 克拉克拉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 如果他一早知道舒嫩的意图 他就能想到印度之策 另一边 听到蛙人的召唤双头蛇出现在他们面前 伟大的神 请惩罚那些飞灵蜥蜴人 欧文从远处观察着 他知道一切都晚了 但克拉克拉觉得我们还有机会 这一次我们没有地形优势 只能面对面和他进行教育 我们可能要做出一些牺牲 才能拯救那些孩子的心 就在这时 一只蝴蝶从一旁飞 他随即示意欧文抬头看了 你相信奇迹吗 只见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众人面前 克拉克拉之道是无名假虫神 在蛙人首领召唤出双头蛇时 他祈求神明帮他处罚黑灵步驢 神啊 请收下这份祭品 请把那些黑色蜥蜴人全都杀了 可双头蛇并没有理会他 这让他感到非常奇怪 因为如果是平时 从祭品开始他就会贪得无业 当蛙人抬头看去却是一脸惊悦 只见后方有一只巨大的螳螂在盯着他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神明吗 双头蛇在他面前显得多么渺小 感受到威胁的双头蛇发出了警告的声音 原来这是星云创造出来的生物 拉蒂斯用上次获得的增物内端和信仰 拉蒂斯看起来就像一个螳螂 但在这个时间段 几乎没有玩家能比我更快的制作创造 与此同时双头蛇发起了进攻 锋利的獠牙朝螳螂袭来 但却被拉蒂斯一把抓住 而躲在蛇身下的蛙人只能四处逃散 蛙人族长更是差点被双头蛇碾死 就在这时 蛇的另一个头也发起了攻击 但在螳螂的镰刀面前 双头蛇就如同切菜一样 被分成了两半 随后拉蒂斯发出一阵空旷的神秘 一条小水蛇也敢自称神秘 你只不过是一种动物 现在我将把你献祭给我的主 帮你赎清你的罪行 伴随着镰刀划过 看到双头蛇被解决 黑灵部落传来一阵欢呼声 每个人的心里都在感激无名甲冲神 看着拉蒂斯的表现星云很是满 他看起来也很庞大 但却连一小块地方都用不上 因为他可以收藏到召唤空间中 而随即附加拉蒂斯身上的力量技能也不错 大大增强了他的镰刀属性 与此同时 星云再次获得了一颗内单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好 因为这个内单可以创建一个领域 星云随即点击了确定键 可消息况却提示他无法使用 因为这里有淡水的原因无法使用该领域 星云只能暂时先放一放 想必有一天能用到 另一边 奥罗伊此刻已然呆愣住 他没想到双头蛇神就这样被打扮 在他面前所有的蛙族战士 变成了不敢站出来的胆小谷 与此同时 拉蒂斯示意星云 主人的任务已经完成 星云随即表示做得很好 现在你可以回去休息 下一瞬拉蒂斯便消失在众人面前 一切都安静下来 克拉克拉 你不会坐以待毙吗 蛙人正乘船向上村子驶去 现在岛上已经没有了蛙人 克拉克拉是一众人 今天我们要取得完美的圣物 并询问有没有人愿意带他们到蛙人的村 而欧文第一个站了出来 我完全可以担任这个任务 就在这时 地旁的灰灵蜥蜴人提出了请求 请让我们也帮助你们 克拉克拉手脸 但克拉克拉表示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 因为你们不是战士 可他们却觉得并不是只有战士才能杀死蛙人 蛙人把他们的孩子和家人都献祭给了双头水 现在他只是想给他们报仇 克拉克拉也看出了他们此刻非常愤怒 每个人都有愤怒的权利 所有寻求复仇的人 我将与你们同在 克拉克拉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而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登上蛙人的道路 拯救那些被献祭的孩子 只见所有的蜥蜴人快速渡过湖水 索性他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欧文也得以和儿子团聚 克拉克拉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 紧接着他示意幽儿准备好团支把小孩送走 然后带着灰灵渡落的骑士到村子后 给蛙人制造混乱 闻此优尔也明白了克拉克拉的意义 你的计划是要同事击垮两个村子吗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蛙人一旦被优尔吸引 他就会带着士兵游过去攻击 而优尔也在担心计划可不可行 克拉克拉示意他不用担心 因为他刚才发现了神的另一种祝福 我们的黑色灵片在月光下就像一团迷雾一样 可以迷惑敌人的事业 片刻之后 此刻的蛙人部落乱成一笔 他们各自做好了逃跑准 还没等奥罗伊缓过神来 蜥蜴人部落已经乘胜追来 他也没想到蜥蜴人会来得这么快 尽管蛙人手里拿着弓箭 但在飞灵部落的长枪面前 他们根本没有反应的击 克拉克拉很快就杀到了蛙人手里面前 这一切该结束 然而此刻的奥罗伊还在幻想着双头水拯救他 我献祭了这么多祭品 伟大的神救救我 伴随着克拉克拉挥动手中的长枪 奥罗伊罪孽的一生就这样结束 现在你的神已经没有了 另一边 舒嫩也意识到大势一去 虽然我们人多是主 又有毒弓箭 但没想到飞灵部落对毒有耐心 投毒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就在舒嫩寻找逃跑的机会时 克拉克拉已经出现在他的身份 原来你躲在这里 见到克拉克拉 舒嫩已经被吓得摊倒在你 随后克拉克拉是以他像一个战士一样来一场决斗 拿起你的兵器守护作为战士最后的名义 可舒嫩却疯狂对克拉克拉磕头认错 并打起了感情态 念在昔日的情分 能不能放我一马 我也是被父亲威胁 眼看行不通 他表示可以分享弓箭的秘密 可以把弓箭制作的材料告诉 闻此克拉克拉来的兴趣 他的材料是什么 舒嫩开心的表示是青筋 这让克拉克拉眉头紧张 随后质疑的问道是什么动作 这让蛙人变得支支吾吾 但他的表现 克拉克拉已经猜到了一切 就在此前 舒嫩在来访蜥蜴人部落的时候就有提到 制作弓箭的材料只有他们才知道 并且表示蜥蜴人很容易获取材料 但蜥蜴人部落实了很多材料都无法完成 克拉克拉现在明白了他之前为什么这么说 他们杀了几百蜥蜴人就是为了这 随后克拉克拉把杖银拉开 示意他可以走 我们之间没有恩怨 我答应你提出的交易 走吧 舒嫩 闻此他没有犹豫转身就向外跑去 他还开心的以为可以捡回一条屋 欧文也非常疑惑 真的要放他走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我和他之间确实没多少口吻 但得问问我手上的同胞搭不答应 他非常庆幸捡回一条屋 最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灰灵部落的人也赶过来 就在他准备再次逃跑时 蜥蜴人果断给予了他致命一击 至此 蛙人与蜥蜴人的战争就此结束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在经过多日的练习 克拉克拉的剑术已经愈发经济 并且弓箭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可仍旧有所欠缺 因为虽然用新的材料代替了弓箭 但是稍微多拉一点弧度弓就会折断 要是有能强化工地的材料就好 欧文解释道 在这片森林已经没有比它更坚固的材料 虽然蛙人使用的也是这种材料 但弓箭根本承受不住吸引人的力气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现在他们不能仅仅仅限于这片森林 因为冬天也快到 如果想要喂饱饲养的水 就必须让一些人搬到温暖的地方去 欧文也同意了克拉克拉的抗议 牛群需要大量的食物才能吃饱 并且寒冷的冬天也不适合小牛的生族 随后克拉克拉询问起了关于逃跑的蛙人 欧文表示基本上已经被歼秘 而他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地 就在欧文准备开口时 地旁的动静打断了两个 卓尔也好奇小孩躲在树后面干什么 随即就凑了上前 孩子你在这里做什么 而卓尔的出现也吓孩子一听 你是来找克拉克拉手领吗 与此同时 掉在地上的东西吸引人 卓尔好奇地将其捡起 是一块捡一的手工木垫 克拉克拉看出了这是他们的手部 随后他打量着这个小小的木 并对小孩的杰作给予了 你已经把它做得很漂亮 听到克拉克拉的夸赞 小孩也十分的开心 这是送给我们伟大首领的礼物 欧文也示意他安心收下 村子里的孩子都喜欢制作这种手工品 并进行交换 卓尔也好奇地问到村子里很多这样的东西 小孩点了点头 因为是守护者救了他们 所以他是所有小孩的偶像 克拉克拉也觉得这个做法不错 并示意欧文可以多制作一些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记住伟大的守护者 就在这时 克拉克拉想起刚才欧文还未说完的话 原来欧文在追击蛙人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神秘的洞穴 文此克拉克拉也非常好奇 随即让欧文带领他们前往 片刻之后 一个山洞出现在众人面积 蛙人藏在这里后就被一网打尽 欧文觉得这里很神秘 所以他觉得其中应该隐藏秘密 克拉克拉见到神秘的图案也顿时意紧 他也好奇这种坚硬的时候 是如何雕刻的正经 并且还惊奇地发现图案和昆虫背后的图形 只有在纵观全局的星云知道 这是一个远古遗迹 古代遗迹种类繁多 在废墟中可以获得补老的知识 也可以发现奇迹 其中有些物品具有重要的功能 甚至有些遗迹则能产生魔法 因为遗迹中的特殊资源或神秘祝福的遗迹 一般都是被固定在某个特殊地位的位置 蜥蜴人部落目前文明程度还很低 对于游牧的蜥蜴人部落来说 他的价值就没那么高 尽管他的概率很低 星云也希望他不要是魔法遗迹 伴随着克拉克拉推开时 一道耀眼的光从里面射出 是谁将我唤醒 陌生的客人 欢迎来到魔法世界 发现在古废墟里还有一个秘密的空间 空地的中心是几十米高的古事情 他们乘机自行向下延伸 与此同时卓尔示意克拉克拉 我们是否需要向无名甲虫神请示 克拉克拉觉得这些小事不应该麻烦神秘 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 就在这时 从远处传来了一阵浩浩荡荡的声音 只见在下方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它 带众人看清 没想到是一群体型巨大的老鼠 克拉克拉感到非常赢 真的有这么大的老鼠 卓尔示意它这应该是海里鼠 之前在路上我们吃过几次 但一般的海里鼠伸长约60厘米 可克拉克拉看到的海里鼠伸长约1厘米 这意味着它的体重将达到数十公斤 此外 还有一件事引起了它们的助力 海里鼠不会成群结队的出现 更不会用牙齿对着 克拉克拉随即给它们取了一个解冠的 想必鼠怪更适合它们 正常的动物不会无缘无故地对人类产生敌 事实上它们通常会逃跑 但鼠怪却有目的性地冲向人类 克拉克拉意识到了它们可能是这里的手 随即让众人做好战斗准 下一顿鼠怪果然发起了攻击 但在蜥蜴人部落的长矛面前 鼠怪很快就败下阵来 剩下的只能匆忙逃窜 克拉克拉看着体型巨大的鼠怪 我们应该可以吃这些东西 卓尔看着鼠怪若有所思 也许我们可以将其圈养起 就像野牛一样 随后欧文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可以我认为养鱼也是可能 克拉克拉表示鱼不是会自己消失吗 在克拉克拉曾经生活过的沼泽和池塘里 鱼会随着被吃掉而逐渐减少最终消失 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 曾经和蛙人住在一起时 他知道在大的池塘里不是这样 鱼会产卵并繁殖出鱼苗 在繁殖季节 蛙人会警告我们不要补鱼 就在这时 鱼在拿着鼠怪的战士尖叫起 克拉克拉迅速转过身 示意他怎么样 战士痛苦地握着他的手 他的一个手指有点烧焦的味道 克拉克拉查看了他的神 没有发现被咬过的痕迹 战士表示我只是碰了碰他 我就感到了痛苦 而鼠怪身上环绕着一股滋滋的声音 克拉克拉伸出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些 突然就感觉一股力量袭变全身 会使人全身麻痹 着而紧张地问到有没有受伤 克拉克拉握着被电的神 示意他不用担心 只有在背后看着的星云知道这是什么 最不希望看到的魔法人体 神性并不是失落的世界中唯一的力量来源 上次星云获胜就是使用了核武 这是技术而不是神力 在中世纪之前 神性和科学的发展是成正义的 而在现代他们变成了负相关 当人们对他们的神变的工程时 他们往往会扭曲科学 另一方面当人们精通科学技术和知识时 他们就不会那么相信神力 在失落的世界 与神性和科学并存的是魔法 魔法与神性也成负相关 但与科学不同的是 魔法与神性的负相关从一开始就存在 这是因为魔法有它自己的利益 在古代任何使用强大魔法的人负物都是不可阻挡 那些拥有魔法的人会被视为神 因此那些人不会相信神秘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魔法力量自然开始减落和衰落 但并非所有的魔法会与神性对比 因为星云曾经也用魔法取得了几次胜利 所以想要获得游戏胜利重要的是不仅要利用神性 还要平衡科学和魔法 星云很清楚这些规则 如果有必要是他会使用魔法 但让星云没想到的是会这么快就获得接触魔法的机会 经过星云查看的消息显示 影响不仅适用于取得成就的对 特别是像克拉克拉士族这样的士族社会 士族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获得恶魔魔法 但这也是最危险的部分 因为他们的魔法长得后来 而魔法会一代一代的变得越来越强大 直到最后诞生一个强大的法师 最重要的是 因为法师的力量来源是古代的恶魔 而不是神明的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神性和魔法会发生冲突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魔法确实有较低的圣灵 因为新手会被成长起来的法师推翻 但与纯神或神魔混合相 它仍然处于较高的营养 与此同时 一个类似魔鬼鱼的不明生物 出现在克拉克拉面前 访问者 你想拥有那种力量吗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盯 但克拉克拉并没有对其理 一旁的卓尔示意 他现在状态不好 还是要回去做好万全准 克拉克拉同意了他的看法 随后表示用长矛将鼠怪带回去 而他也注意到 只有自己能看得见这个生物 魔鬼鱼表示 他是守护这个地方的精灵 只有力量强大的人才能看见 你只需要在心里想 我就能听到你的对目 克拉克拉随即问到 刚才说的力量是什么 不愧是古代遗迹的精灵 一下子就把克拉克拉带进去 星云也在犹豫 要不要给克拉克拉提个醒 如果星云不提醒 以他的性格 他会走到补废墟的境界 但星云最终决定不警告 因为当他再次检查 克拉克拉的数据时 他发现了一个独特的属性 骗术 可以辨别他人的欺骗行为 并提高解体 他很可能是在克拉克拉 如果他有这种能力就让他去做 因为有一种方法 可以同时获得神性和魔法 不会受到成绩 所以星云决定等着看会发生什么 此刻的魔鬼鱼正解释着刚才的力量 它的名字叫做雷电 能融化生物 闪烁太阳般的光芒的力量 我可以给你 闻此刻拉克拉给予了感谢 如果你肯给我 我很乐意收下 而魔鬼鱼则是画风一准 想要获得它是有条件的 闻此刻拉克拉随即把头一拟 刚才我怎么没听说有条件 见此魔鬼鱼开始光景 紧接着表示条件很简单 只需要你有力量就可以 克拉克拉骤起了眉头 当你开始交易时 首先说明交易条件 你需要确保传达出你能给我什么 以及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害怕克拉克拉就此离 魔鬼鱼连连表示抱歉 克拉克拉随后示意他条件是什么 如果你还隐瞒什么 就不会再有下次对话 随后克拉克拉便询问 获得力量的条件是什么 精灵离克拉克拉更近 因为他的能量在慢慢减少 我被封在这废墟里 这让克拉克拉很适应 紧接着精灵解释道 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自由飞翔 但无法离开这里 只有从这种术术中解脱出来 我才能恢复自由 克拉克拉询问到要做什么 才能破解封印 很简单 只需要你将下面 看守我封印的生物解除 你就会获得力量 而克拉克拉也好奇 力量是不是指那些鼠怪所拥有 看到克拉克拉感兴趣的样子 精灵给予了肯定 当然 但他们身上的电力微乎其微 你可以通过不断地使用它 来训练这种力量 它会变得更强 甚至能让天空降下的力量 成长的力量可以与神体 除了你自己 你家族里的其他人也会得到力量 虽然你在力量上的成就 不会传承下去 但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后代不断训练 它们可能会变得比你更加强大 文此克拉克拉感到震惊不已 但为什么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你还是被困在这里 这是因为我的力量太强大 人们远离危险的物品 如果他们不能远离 他们就会把它束缚起 克拉克拉的脸便硬紧 你知道为什么 刚才你自己表明了 自己是危险的天赛 克拉克拉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在隐瞒什么 或者拥有这种权力的坏手大于好 不要再说谎啊 我请告诉你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 把这个山洞的路口 让任何人永远都找不到这个遗址 毕竟是我部落的所有后代 永远不要进入 精灵一下子就陷入了恐慌状态 心灵看出了 他的智商并没有那么高 然而 对于进入恶魔废墟的人来说 要抵挡住精灵的诱惑 并不容易 不出所料 克拉克拉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获得了新的能力 随后魔鬼云缓缓到处 在遥远的过去 我是统治过这个世界的存在 我起源于一个古老的恶魔 我们的存在早已被人遗忘 就连诸神也不记得它们 我也想不起我的出身 当我恢复意识后 就发现自己被困在这里 文此克拉克拉表示 你也是一个可怜之人 紧接着精灵说道 一种来路不明的力量 很容易让人陷入其中 因为来源不明 这让人们相信力量只属于他们 而实际上他们只是碰巧得到 一旦他们开始这样行 他们就会看不起那些没有能力 克拉克拉觉得有点难以理解 但还是点了点 想必之前的蓝灵首领 和奥罗伊就是那样的情 恶魔魔法也会让人变成那样对 精灵对克拉克拉的看法 给予了肯定 但我的力量是没有好坏之分 拥有力量的人只是偶然决定 克拉克拉试图预测 如果他获得这种能力 会发生的 这种恶魔的力量 似乎不同于神明点的东西 神的力量只赐予神选择的人 并由神决定 相反 如果一个人不配拥有这样的力量 其他人就会极度和羡慕 如果权力越来越大 就会有人叶史神秘 克拉克拉明白了 为什么他是危险 但这种力量绝对是强大而有吸引力 并且也能提高部落的整体战略 如果能将力量加以条件限制 那他将有利于部落的发展 随后克拉克拉同意了精灵的请求 但是有几个条件 虽然力量在无差别的扩散 但如果有需要 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仪式拥有力量 如果这两件事都是真的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不把力量 无差别的分配 而是分配给某些被选中的人 精灵点了点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克拉克拉微微一笑 这不是重要的部分 如果人们认为这是神明的恩赐 那么从那时起它就是 被选中的人会认为是神赐予了他们利益 他们自然会对神明产生信念和虔诚 这样人们就不会违抗神明了 精灵试图反驳克拉克拉 但想不出要说什么 克拉克拉所说的也适用于失落世界的体系 如果那些拥有恶魔魔法的人认为 他是偶然给予他们 那么获得信仰点数就会受到成功 相反 如果那些拥有恶魔魔法的人物 以为他是神给他们的利益 那么他实际上会带来更多的信仰点数 随后克拉克拉将目光投向精灵 提出了第二个条件 你也要相信我们的是 闻死精灵顿时疑乐 什么 我可是魔狱的精灵 是比你们的神更古老的存在 克拉克拉示意他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接下来你以后要做什么 随后精灵慢慢平静下来 但他觉得神明不喜欢恶魔魔法的精灵 克拉克拉咒了咒没错 不要把我们的神当做你的标准 无名假虫神对有用的人很慷慨 而你看起来足够有用 你们的神明真的会接受我 如果你接受条件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神明所有的愿望 但在所有了解他的人当中 我是最了解他愿望的人 闻死精灵便下定决心 随后他叫住了克拉克拉 并说出了他真正的名字 事实上 我在一些事情上对你撒了我 我不仅被困在遗址里 守护着这个地方 废墟的挑战者必须打败的手 他也是在我的统治之下 我控制着一记的一切 这一切都是为了测试你的字幕 我骗了你你难道不生气吗 克拉克拉摇摇头 他早就预料到 宽恕不是战士的美 但我身为部落首领 宽恕与理解确实是部落首领 必须要有什么东西 想必你在这个潮湿又阴森的地方待得久 性格就会变得有点孤僻 你出去以后需要看一些更美丽的东西 然后普自问道 我还是不知道你的名字 克拉克拉嘴角微微上扬告诉 那么测试结束了 我将接受你提出的所有条件 你也同意这个交易吗 克拉克拉给予了肯定 当然与此同时 星云面前出现消息窗口 一个恶魔魔法精灵想要臣服于你 如果你接受 你将收到恶魔魔法区域 你愿意接受吗 星云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定键 这就是能克服惩罚得到魔法的唯一方式 将恶魔的魔法转移到神的信仰上 克拉克拉在没有获得提醒下 竟然想到这一句 星云对他的做法很是满意 也许能预见你是彼此的信仰 画面一转来到九年后 一座牛骨气城的飞出现在面前 高得足以从远处的荒野中看 这座古塔建在克拉克拉第一个建造的就躺上了 不仅是用来表示对无名假虫神的信仰 现在也被用作一个里程碑 蜥蜴人正给眼前的人类讲述着蜥蜴人部落的事情 在听完他的故事后 男人也好奇地问到闪电是什么颜色 蜥蜴人回答道是蓝色 就在两人想继续聊天时 突然听到远处传来的动静 没想到是猎狗部落的 男人紧张地问到接下来该如何 因为他们可能是萨尔凯特的男 蜥蜴人部落和猎狗部落信奉不一样的神秘 欧文一脸厌烦地低下来 如果他们真是萨尔凯特 自然是要给他们一个教训 下一生一股雷电之力就附着在弓箭之上 而此刻的猎狗部落还未察觉到危险的雷电 突然间一只弓箭就出现在他们跟起 见此小弟连忙表示有笔息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道雷电就从天而降 顷刻间他们全身见被强大的电流覆盖 该死的 是蜥蜴人部落的人 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 欧文很是满 而一旁的人类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随后猎狗部落的人惊慌失措地逃离了这 顺便更正一下 我的名字叫欧文 文此人类也是顿时愣的 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重要的人 随后欧文从胸前拿出一根棍子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我的力量 棍子的末端是圆的并且里面露空 当他呼气时一股白烟从他嘴里冒了住 人类猜到了那是一个烟斗和烟斗 被选中的黑灵蜥蜴人使用的仪式工具 他们使用法力后需要抽那种草药吗 那人等着欧文把烟草抽完 欧文注意到人类充满了疑惑 如果好奇可以问我 于是人类开口问道 你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你为什么要独自在这片荒野中过着艰难的生物 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地方 欧文轻轻地吐出了一口烟雾 这也是有原因的 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这让人类更加疑惑 可蜥蜴人对你很尊重 欧文再次吸了一口 我曾经背叛过很多同胞 但有人给我指明了一条路数字 通过故事和文字传播无名假成神 和部落首领克拉克拉的名字 这是我选择的赎罪之路 人类示意欧文 即使你不这么坐在这荒野上 没有人不知道黑灵蜴蜴 克拉克拉首领就更不用说了 紧接着欧文便询问其他的名字 你难道也是流浪者吗 人类抓了抓自己的骨子 我不是流浪汉 我来自自动城 自动城是一个孤立的商人 位于荒野的西南端 自动城也是猎狗部落 和黑灵蜴蜴人密切关注的人 所以你是自动城领域的使者 人类给予了肯定 我要去拜访黑灵蜴蜴人 转达自动城之王的话 欧文对此感到非常暴气 原来是我们的客人 与此同时欧文吹响一声口哨 随后从远处跑来的一只 两米五包的鸡头罐 人类见此大惊失色 难道是科加特里斯 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 这是科加特里斯和鸡的杂交品种 可可把人类看得一愣 他不知道蜥蜴人部落是如何做的 而欧文决定亲自带他去见克拉克拉首领 但作为回报 你得全程听我讲故事 画面一转 只见一只浩浩荡荡的蜥蜴人军队 正朝前方走去 而领头正是他们的首领 克拉克拉 随后一个跑腿的男孩 朝克拉克拉说道 卢毕老者说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文此克拉克拉一下子变得紧张气 他还有很多话要跟克拉克拉首领交谈 于是克拉克拉是一队伍就地扎营 随着克拉克拉的喊声 在其他队伍中间的每个蜥蜴人战士 都向所有其他蜥蜴人重复谈 看着一脸心事的克拉克拉 卓尔示意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随后克拉克拉告诉了他关于独臂的情况 卓尔也感到非常难过 这注定是一个悲伤的夜晚 老蜥蜴人为克拉克拉和黑灵蜥蜴人做了很多事 人们给他起了很多名字 长者 独臂蜥蜴人 向导 我想起来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去过很多地方学习 因为我少了一条手臂 以至于我流浪很久 直到遇到了首领 独臂示意克拉克拉不必难过 每个蜥蜴人都会有这一天 克拉克拉缓缓坐在床前 所以我决定在我的最后一次旅行中奢侈一下 我决定偷走部落里最忙的人的时间 时间很宝贵 不是吗 克拉克拉笑了笑 这是有趣的话题 但我不认为这是你最后一个文献 随后独臂意味深长的问答 我要问一个只有你才有资格回答的问题 我们死去了 我们会发生什么 下一瞬一股雷电之力就附着在弓箭之上 而此刻的猎狗部落还未察觉到危险来临 突然间一只弓箭就出现在他们跟起 见此小弟连忙表示有疑心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一道雷电就从天而降 顶刻间他们全身见被强大的电流覆盖 该死的 是蜥蜴人部落的人 看到他们狼狈的样子欧文很是慢 而一旁的人类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随后猎狗部落的人惊慌失措地逃离了这 顺便更正一下 我的名字叫欧文 人此人类也是顿时愣 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重要的人 随后欧文从胸前拿出一根棍子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我的力量 棍子的末端是圆的并且里面露空 当他呼气时一股白烟从他嘴里冒了 人类猜到了那是一个烟斗和烟草 被选中的黑灵蜥蜴人使用的仪式工具 他们使用法力后需要抽那种草药吗 那人等着欧文把烟草抽完 欧文注意到人类充满了疑惑 如果好奇可以问我 于是人类开口问道 这也是有原因的 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这让人类更加疑惑 可蜥蜴人对你很尊重 欧文再次吸了一口 我曾经背叛过很多同胞 但有人给我指明了一条路数字 通过故事和文字传播无名假重神 和部落首领克拉克拉的名字 这是我选择的赎罪之路 人类示意欧文 即使你不这么坐在这荒野上 没有人不知道黑灵蜴蜴 克拉克拉首领就更不用说 紧接着欧文便询问其他的名字 你难道也是流浪者吗 人类抓了抓自己的骨子 我不是流浪汉 我来自自动城 自动城是一个孤立的商人 位于荒野的西南端 自动城也是猎狗部落 和黑灵蜥蜴人密切关注的人 所以你是自动城领域的使者 人类给予了肯定 我要去拜访黑灵蜥蜴人 转达自动城之王的话 欧文对此感到非常暴气 原来是我们的客人 与此同时欧文吹响一声口哨 随后从远处跑来了一只两米五高的鸡头罐 人类见此大惊失色 难道是柯加特里斯 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 这是柯加特里斯和鸡的杂交品种 就可把人类看得一愣 他不知道蜥蜴人部落是如何做的 而欧文决定亲自带他去见克拉克拉首领 但作为回报 你得全程听我讲故事 画面一转 只见一只浩浩荡荡的蜥蜴人军队 正朝前方走去 而领头正是他们的首领 克拉克拉 随后一个跑腿的男孩 朝克拉克拉说道 卢比老者说他的生命危在旦夕 文此克拉克拉一下子变得紧张气 他还有很多话要跟克拉克拉首领交谈 于是克拉克拉示意队伍就地扎营 随着克拉克拉的喊声 在其他队伍中间的每个蜥蜴人战士 都向所有其他蜥蜴人重复谈 看着一脸心事的克拉克拉 卓尔示意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随后克拉克拉告诉了他关于独臂的情况 卓尔也感到非常难过 这注定是一个悲伤的夜晚 老蜥蜴人为克拉克拉和黑灵蜥蜴人做了很多事 长者 独臂蜥蜴人 向导 还有补星人 他通常被部落成员称为长老 片刻之后 克拉克拉来到独臂西的帐营 并询问着他的情报 大夫感到非常抱歉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独臂迷迷糊糊糊地张开眼睛 我很累 我想起来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去过很多地方学习 因为我少了一条手臂 以至于我流浪很久 直到遇到了首领 独臂示意克拉克拉不必难过 每个蜥蜴人都会有这一天 克拉克拉缓缓坐在床前 所以我决定在我的最后一次旅行中奢侈一下 我决定偷走部落里最忙的人的时间 时间很宝贵 不是吗 克拉克拉笑了笑 这是有趣的话题 但我不认为这是你最后一个文献 随后独臂意味深长的问答 我要问一个只有你才有资格回答的问题 我们死去了 我们会发生什么 克拉克拉沉默了片口 因为他也不确定 人们说当你死后你就永远沉睡 你也认为我们会永远睡下去 克拉克拉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你认为我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独臂缓缓说道 我是这样想的 假虫神在我们迷路的时候救了我 所以我相信即使我们死 他也会指引我 你认为这违背了神的指引吗 克拉克拉点头给予了肯定 当我们迷路时假虫神会指引我 即使死后他也一定会指引我 独臂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问答 你认为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当我们见到神明时 会是从尴尬的至今问候开始 克拉克拉交叉着双臂示意 我不确定 但我觉得不会那么无聊 那里会有一个巨大的场景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跑 在这个空间里 每当你迈出一步 就会发出轻微的嘎吱声 你的尾巴间就会愉快地穿过草地 还会有一块巨石 累了可以躺下来休息 天气总是很好 不 如果天气总是一样 那就不好玩了 所以有时天气阴沉多雨 也会有一条漂亮的湖 真的会有这样的地方 如果可以 我希望能有一个家让我休息 因为我不想住在帐篷 这位长者已经厌倦了四处走 帐篷意味着要再搬到某个地方去 我想找一个地方安顿一下 克拉克拉抬头看向星球 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到达那里 想必神明也会把星星带上去 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找到回家的了 就在这时 克拉克拉看到了无名甲虫神的指引 一只蓝色的蝴蝶 缓缓落在他的手背上 你看见了吗 但此刻的独臂吸眼前一片漆黑 克拉克拉顿时紧张起来 随后克拉克拉皱着眉头说道 我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 独臂笑了笑便缓缓闭上双眼 你又想鬼混了 当独臂吸的最后一口气 到达蓝蝴蝶身上时 蓝蝴蝶拍打着翅膀飞走 克拉克拉轻轻地摇了摇 独臂的身体 同时喊着他的名字 蓝色的蝴蝶飞出帐篷 继续向天空飞去 黑灵蜥蜴人部落正忙着准备扎营和葬营 然后是暮色降临的荒野 最后蓝蝴蝶落在了另一只手的背上 当你死在失落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 星云很清楚那个答案 创造死后世界的条件已经完成 你是否要创建 星云果断点击了确定键 在等级资源信仰达到条件的情况下 玩家就可以提升自己的级别 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伴神 并且可以创建自己的小世界 死后的世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只要结合精心设计的世界观 玩家获胜的几率就会增加 天堂的概念与地狱一起使用也是很常见的 如果地狱是死后唯一的威蓝 那就没有理由相信神明了 惩罚应该与奖励相辅相成 它可以传递出维护道德和伦理的信息 也许它能成为一个战士的训练场 因为在此后世界受过训练的灵魂 也有可能会被送回地面 但现在玩家很难利用灵魂所拥有的知识或利用 因为这需要消耗大量的信仰点数 可随着游戏进入后期阶段 灵魂将变得对玩家非常有帮助 然而 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急于求成 许多事情仍处于起步阶段 此刻星云正在思考如何扩展那个小世界 随后给它命名为原始草原 紧接着打开了它的仓库窗口 把所有的灵魂都分散到了草原 数以百计的灵魂变成了蓝色的流浪蝴蝶 降落在草原上 那些自认为是蝴蝶的精灵 一旦降落在草地上 就会想起自己曾经是蜥蜴人 并变回以前的样子 但在原始草原它们没有伤口 没有疲惫也没有致命的疾病 蜥蜴人闭上眼睛 想看看这一切是梦还是真的 不料差点在下面睡着 这就像克拉克拉说的 是一片宽阔无比的草原 虽然没有石头造的房子 但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想必我不需要房子什么的 他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 这也许是最好的理由 他想起了与克拉克拉最后一次对付 这次谈话好像是一场梦 但同时又非常真实 现在独臂这个称号已经不适合他 五星手也许会更好 与此同时他注意到草地上到处躺的其他蜥蜴 他们闭着眼睛面对天空 他们还没有醒来吗 五星手四处徘徊 不知道是否应该叫醒对方 看起来睡得很香 所以叫醒他们似乎很不理 在其他蜥蜴人当中 五星人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目 他是最勇敢战士中的一个 原来在一次迁移中 他们受到了哥布林的偷袭 克拉克拉兵分两路对他们发起了进攻 没想到哥布林会从中间偷袭 这里大多数是老人与孩子 当时的独臂对此无能为力 就在这危机关头 一部分年轻蜥蜴人勇敢地站了出来 独臂教会了他们如何算数 而他们打算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更多的生命 因为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 他们会违抗首领的命令 这是没有人希望看到的英勇牺牲 对于没能回来的战士 克拉克拉很是生气 克拉克拉认为也许不应该教他们算数 擅长数数的战士们不听我的命 他们认为用一条命就两条命是很好的算数 克拉克拉无可耐用 只能发泄心中的愤怒 看着熟睡的战士 捕星手并没有把他叫醒 他的事迹鼓舞了很多战士 能再次看见他捕星手已经很高兴 看着威风拂过的草地 捕星手回过神来 难道神明不在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 他看见了树后面躲藏着一个蜥蜴 捕星手大声地呼喊 随后直接起身追了过去 在他来到树下时 却不见了那个人的身影 当捕星手来到森林 很快又发现他的身影 在树林间呼吟呼吸 片刻之后捕星手就发现了一间房子 他小心翼翼地停下了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缓缓上去 此刻他的心里很多疑问 神明为什么会选择蜴人不落 难道是蜴蜴人比其他种族有优势吗 还是神明比较仁慈 亦或者是因为我们比较有用 那么我们依靠神明对吗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有用了 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克拉克拉说过这可能是一个巧 但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 也许这只是在给定条件下 尽力而为的节目 吴星手也同意了克拉克拉的看法 与此同时他也来到了房间的中心 随后台上的天文望远镜 引起了吴星手的注意 他虽然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 但本能的反应让吴星手很快学会适应他 紧接着他朝洞口看去 这是他第一次看清星星的样子 星星真的是这样吗 他反复地看了看 确信了这就是星星的最终形态 想必我要重新计算一下 恒星的运动轨迹 因为以前所知道的是很浅薄的知识 吴星手想了想 如果这些知识能够传给活着的蜥蜴 那将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既然人死后就回不去了 神明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地方 就为了看一个老蜥蜴人开心吗 这位吴星手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 他抚摸着机械装置 上帝总是尽力而为 他不会无缘无故做任何事 这些知识在未来肯定会变得永远 星云对捕星手的表现很是满意 此后的世界并不是死人的归宿 同时也极大的影响了 那些信仰神的人的价值观 如果暂时进入小世界 他们的种族就会梦见英灵殿 那么如果一个学者进入 他肯定会为技术进步奠定基础 但到目前为止 星云创造的小世界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始 最后他看了一眼不守的后 然后走下观星台 要开始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新的风暴即将出现 此后世界必须开始正常运作 因为猎狗部落拥有比蜴蜴人 所以他们背后一定有玩家 但在与其他玩家开战之前 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经过九年的发育 星云已经准备好很多底牌 现在是时候开启新的篇章了 玩家们正在慢慢扩大自己的领域 而星云为了不落后于其他玩家 在这九年期间 他在充足的发育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现在他的手里有三只庞大的昆虫大卷 而其中速度繁衍最快的是一群 被称为黄群的昆虫 他们可以轻易地控制其他玩家的猛场 星云正悄悄地 把他们散步到大陆的各个角落 让他们慢慢发育 以免其他玩家查局 而黑甲虫被星云用作搬运工 上次的病毒搬运被用于蛙人身上 最后的是虫巢 在那里星云饲养着各种各样的昆虫 让他们啃食其他部落的食物 在没有充足食物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依附于强大的部落 在克拉克拉的帮助下 他们也会对甲虫神产生性 现在控制南部的岛屿只剩下时间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星云该如何处理那些有过激行为的玩家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欧文带着一个客人回到了蜥蜴人部 随后一旁的族人告诉他 独必长老离世的消息 身后的人类也感到惋惜 他的事迹我们都听说过 今天可能不是一个好事件 欧文否定了他的看法 我们不认为让一个陌生人 来参加我们的葬礼是件坏事 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吉祥的标志 至少多一个人来分担我们的悲伤不是很好 欧文随后带人类来到葬礼前 一个体格健壮 头上带着水牛角的蜥蜴人出现在他面前 在蜥蜴人当中一眼就看出 他是一个特别的组织 想必他就是黑灵部落的首领克拉克拉 看到部落首领流泪他感到非常奇怪 文子欧文感到非常困难 人类难过的时候不会哭吗 他点了点头 人类的领袖不会在这种公共场合流泪 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名誉 欧文轻叹一声 不同的种族有着不一样的价值观 虽然我知道名誉是什么 你说的是如果部落首领表现出软弱的影响 在他指挥下的战士会认为首领是个软弱的 对吗 但不要试图向其他蜥蜴人谨示这一点 因为他们是不会理解你 对于蜥蜴人来说 我们认为有些东西比声誉更重要 就在这时克拉克拉转过身来 欧文表示抱歉 想必我回来晚了 紧接着他也注意到了一旁的人类 欧文示意他这是来自自动城的使者 他礼貌地向克拉克拉鞠了一躬 我是自动城的使者 克拉克拉和欧文低声交谈了几句 克拉克拉笑了笑 你一定走了很远的路 但是我很抱歉 我们今天要熬夜了 所以我想开门见山的水 你觉得怎么样 文此会有一种不好的预看 画面一准 两人就来到了室内 克拉克拉对此深表歉 我希望你明白这是我们的传统 会点了点头 随后他从胸前拿出一份包扎起来的物品 这是自动城首领的礼 希望你能收下 克拉克拉打开了袋子 里面似乎有一块白色岩石 克拉克拉一把他拿在手里 马上就知道那是什么了 这是炎炎 人类给予了肯定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产品 首领送给蜥蜴人部落的第一份礼子 一种极其稀有的物品 克拉克拉笑了笑 因为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礼物 有一些东西给礼物提供了背景 接下来还有第二第三份试 他的脸背胡子和皮豆帽 遮住了一部分笑容 请接受 克拉克拉眼神变得犀利点了点 然后他用力地握紧眼睛 下一瞬他碎成了扎盘 从克拉克拉的指缝里掉了下来 会顿时愣住 他不明白克拉克拉在做什么 紧接着克拉克拉拍了拍手 回去告诉你的城主 我收到了一份好礼物 而我把它捏碎是奉献给我们的神 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 这可是自动成的礼物 克拉克拉点了点头 我很好地利用了它 这不是很好吗 与此同时人类示意克拉克拉 你知道那不是送礼物的目的 因为以后还会有更多 克拉克拉轻轻挠了挠嘴角 我确实听说自动化之王很富有 但他派人送这么多炎炎有点奢侈 我希望你带更多的物品来交易 会强忍住怒气 他看起来像一只惊艳丰富的蜥蜴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 而无法交流 虽然看起来他的行为很粗鲁 但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粗鲁 他通过外表途径表达了他的拒绝 就在会准备离开之际 克拉克拉事业 比起玩文字游戏 我更希望你能直接表达 会侧着脸问道 你肯定明白这个提议 那你为什么拒绝 克拉克拉交叉着手臂 举起一根手指 首先 我不喜欢接受别人拒绝的提议 因为我不喜欢减废品 如果别人曾经拒绝过你 那不是因为这个提议毫无价值吗 会不明白克拉克拉在说什么 这可是自动城主给予你的礼物 克拉克拉打断了他 你真的认为欧文碰巧遇到 然后把你带到这里是因为你运气了 原来欧文早就猜到了会的木 因为自动城的方向在西方 而他是从北方过来 北方是猎狗部落所在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已经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然后被拒绝了 会听着克拉克拉的话 一句话也没说 自动城是一座古老的遗体 一般人很难找到它的位置 它的墙体有五米多高 并且有泥兵给城墙自动修复 也是失落世界的真正奇迹 此外还有地理优势 它位于通往大陆的绝佳位置 这就是自动城寻求保护的原因 城中有丰富的盐况和食物资源 面对莫不作声的火 克拉克拉笑了笑 因为他知道会的身份不是实质 而是自动城的城主 像你这样隐藏身份的人送礼 我不能接受 你也好奇我是如何得到这个结论的 第一点就是你透露的名字 想知道蜥蜴人对你们自动城了解多少 即使在自动城堡里 也很少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和长相 对于他们来说 很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繁育城主有血缘的人 名字里都有灰子 我听说你有四个儿子三个女 从你手上的皱纹来看 对于人类来说你也不年轻了 所以克拉克拉推断出了他真正的身份 自动城城主 慧玄 文此慧玄对克拉克拉很是满意 随后他缓缓摘掉帽子 没错 我就是自动城的城主 紧接着他缓缓坐到地上 其实我们可以免费给你提供炎炎 克拉克拉摇了摇头 天下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即使是贪婪的猎狗部落也拒绝了 证明了他们有很强的洞察力 如果我们接受了就必须要保护自动城 当你们遭受到敌人攻击时 因为我们会对盐况产生焦虑 这不就是你的本意吗 慧玄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这就是所谓的外交 但让他好奇的是 这明明对蜥蜴人部落有好处 克拉克拉为什么要拒绝 克拉克拉笑了笑 我相信你已经从别人那里听到了同样的答案 我们为什么不占领自动城 那样里面的所有资源不都是我们的吗 闻此慧玄顿时宜了 他抑制住自己的分别 蜥蜴人部落也要攻击我们了吗 克拉克拉否定了他的看法 这只是对蜥蜴部落有利的作用 因为外交没有任何好 慧玄皱了皱眉头 不要小看了自动城 但对于蜥蜴人来说 即使是受到一点小小的伤害 他们也能拿下自动城 因为他们有假竹子 那些围墙对他来说如同碎片 现在他们的城主也在这里 慧玄笑了笑 他知道克拉克拉是不会杀他 如果他现在死了 自动城会选出新的继承者 这让克拉克拉很是一物 这与蜥蜴人部落有什么关系 慧玄随即举了一个例子 想必你听说过围棋 我们把白石和黑石一个接一个的 放在交叉的行上 在这个游戏中 你只要完全盖住对手的棋子就能 但现在游戏规则已经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我是这块板上的一块石头 因为真正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是一个游戏 两个神把自己的部落当作棋子 在棋盘上猎狗与蜥蜴人 开始了一场比赛 而自动城就是这个游戏 因为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孩子开始讨论神秘 克拉克拉眼里闪出一丝亮光 我也无能为力 原来就在三周前 星云和霸拳同时找上了自动城 并触发了文明冲突 见到老熟人霸拳上前给予了问候 还记得我们的最后一场游戏吗 这一次 我将会是最后的赢家 星云没想到霸拳还是老样子 我猜你可能忘记 这将是最后一轮游戏 面对眼前的玩家 星云很清楚他的玩法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他在冲突中有一种动物般的本 所以星云没有必要去适应他擅长的玩法 而霸拳的想法也与他不谋而合 所以你想用不同的方法来决定谁是赢家 对吧 星云给予了肯定 那就是将自动城和人类置于危险之中 神明之间的对局终于开始 矛盾预言 他们需要从五位候选人之间选出继承者 并对他们发起矛盾考验 而玩家的第一次对局会露死谁 所谓预言 是神性等级达到六或更高时才能使用的技能 这就像是玩家给自己的任务 由于消耗了投入预言的神性经验值减少 如果运气不好就会受到惩罚或发生负面事件 而矛盾预言来源于一个故事 矛盾预言是指两名玩家做出的预言相互矛盾 例如玩家甲和玩家义会对个体C进行预议 玩家甲会预言C将在三天内死 而玩家义会预言C在三天后仍然活着 玩家会在接下来的三天内尽力杀死C 而玩家B则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C不死 这样只有玩家或玩家B中的一个会实现自己的预言 另一个则会失败 这样一个人会得到奖励 另一个则会受到惩罚 霸权对这个矛盾玩法很是满 而他们眼下正有一个发起矛盾玩法 因为自动乘主在选择他的继承人 而两人也好奇谁会成为新一任乘主 经过两人对自动乘的讨论 他们得知了自动乘主现在有五个孩子 也就是说如果星云和霸权选择不同的人 并预测他们将成为下一个自动乘的主 霸权便把他们详细资料分享给了星云 第一个是大儿子 单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 他的能力比较出众深受汇旋的信任 是最有实力的候选人 并且得到了四个家族中的两个家族的支持 第二个是君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 他是单同肃义母的兄弟 他的性格有点软弱的并且不向别人诊视自己 有传言说他对成为继任者不感兴趣 只有他母亲的家族支持他 第三个孩子叫金 是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他的母亲和第一个孩子一样 他经常外出并且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但与猎人和混混相处融洽 他得到了最后一个家族的支持 第四个孩子是金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人 他的母亲已经离世了 他的外表也很奇怪 就好像被诅咒了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城主和其他家庭成员疏远了 最后一个孩子是女人 人们都说他聪慧过人多才多艺 他是最小的孩子 深受大家的重来 介绍完所有继承者后 霸权示意星云觉得怎么样 要不要给他点思考的时间 星云拒绝了他的提议 让我们现在马上开始吧 随后两人果断选择了自己看好的候选 星云与霸权建立一个矛盾预言 如果预言失败了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你是否要建立任务 两人一口同声选择了确定 并交换彼此的候选 霸权选择的是第二个孩子 慧君 而星云选择的是第四个孩子 慧姐 这可把霸权看得一脸迷肥 看着他的反应 星云知道他肯定没料想法 选择彼此的候选人不一样 也就是说矛盾预言成立 那么现在就是确立彼此的任务 伴随着霸权的手脚落下 玩家霸权和玩家星云的矛盾预言 被失落的世界认可 另一边 自动城的城主之所以以身犯险 是因为流传的两个预言 他起初选择了无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候选人 落在了君和景身上 并且这个时候两个庞大的部落 正朝自动城靠近 所以他知道事情肯定与两个部落有关 正如他猜测的一样 在见到两大部落首领后 他没有死 他不知道自己是开心还是觉悪 因为这就证明了 他还是一个重要的棋子 随后克拉克拉缓缓开口 如果你把外交和尊重放在一边 你就可以选择其中之一 所以萨尔凯特和我 怒牙神还是蓝虫神 但慧玄并没有回答 如果剑齿虎和凤头鹦鹉出现 我不得不把头伸进他们的嘴里 看看他们哪个伤害更行 克拉克拉点了点头 你那样想真可惜 不过把你的头伸进鹦鹉嘴里不是更好 闻此慧玄看着地上的棋子 如果我让剑齿虎和凤头鹦鹉互相厮杀 赢家很可能会精疲力尽 克拉克拉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所以你还不想选择吗 他理解慧玄的作法 现在的情况也许什么都不做 反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慧玄也没有说什么 随后他缓缓起身 现在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终究也只是游戏场上的石头 你不觉得害怕或愤怒吗 克拉克拉自信地笑了些 因为他想等事情结束了再回答 片刻之后他便离开了蜥蜴人不容 而外面早已有人等候他的出现 随后他换回自己的衣服 并将留了三个月的胡子替离 便踏上返回自动城的路上 与此同时一滴水打在侍卫的脸上 当他抬头看去发现是城主留下的 这让他很是疑惑 还从小就被人视为不行 因为他出生时 头上就长出了一双诡异的触景 人们都说他被执咒了 因此对他避而远之 而正是这样的人却被神明选 正如他们所说 事故从小就发生在他身边 13岁那年他从市场的台阶上摔了下 14岁的时候他突然被指控偷延 因此被关了4天 碎石木板诡异的断裂掉到毛测 这可不是开玩笑 这真的是危急生命的情况 就在三周前他从小路运输后 没想到车轮突然出了问题 因此连人带车掉到了悬崖下 但好在他抓住了岩石 不然真的就是车毁人亡了 此刻他已经快坚持不住 因为他有一只脚已经摔上 但他只能不断地鼓励自己 惠景相信你可以 毕竟只能靠你自己 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抓住我的手 当惠景抬头看去 没想到是蜥蜴人部落的人 而蜥蜴人也看出了他在犹豫 你真的不愿意抓住我的手 见此惠景很是疑惑 他不明白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蜥蜴人 紧接着他缓缓开口 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当做抱着 还没等他说完 蜥蜴人便抓住他的手 一把将其拉起 因为他不会要任何东西 而此刻蜥蜴人也好奇 这条路这么窄 你是怎么敢把护装吗 文此惠景十分尴尬 如果齿轮不坏 我就平安地过去 随后他缓缓起身 并询问蜥蜴人的名字 蜥蜴人先是愣了一下 我叫塞兰 对此惠景给予了感谢 就在惠景准备离去时 塞兰拦住了他的去 我们的事情还没有说完 惠景小姐 文此惠景瞬间请提起 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名字 难道我真的要跟他动手 塞兰示意他不用紧张 这是克拉克拉告诉他 可惠景很是疑惑 克拉克拉不是黑林附落的首领 那个拥有雷电之力 第一个获得神选祝福之人 在这片大陆上 没人不知道他的故事 但是他这么强的人 怎么会来找我 而塞兰给他解释了 最近出现的两个谣言 关于自动成继承者 落在第二和第四个海的身上 可惠景对此却浑然不止 因为他刚从很远的地方 买完丝绸鬼 难道这样的谣言你们也信吗 塞兰并不在意谣言是真是假 他只是在执行任务 惠景却表示让他去找其他人 因为他只是一个 惠景的安全 不然此他顿时一惊 他不明白为什么保护他 也正因如此 你的家族成员会对谣言很明显 他们不会让一个其他变数存在 但惠景表示可以自己保护自己 塞兰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保证要完成他的任务 为了让塞兰远离自己 惠景撩开了他隐藏在头发之下的关系 这是一个不祥的诅咒 他出生时母亲就是被他的触角划破了肚子 除此之外 无幸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他周围的人身上 所以你现在赶紧离开 塞兰沉默骗人 对此我感到很抱歉 但不管你的诅咒是不是真的 我接受了首领的命令代表部落的意义 即使你拒绝 我也会保护你的安全 惠景也没有办 因为他知道恐吓已经说服不了 无奈的是自己也打不过强壮的蜥蜴 但有一个帮手也不是一件坏事 紧接着他便表示要下去拿他的丝绸 而塞兰一眼就识破他的小金子 你的腿已经受伤了 只要你开口我就可以帮你 因此惠景一下子泛起了泡泡茶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提议要帮他 请帮我把丝绸拿上来好吗 塞兰笑了笑 愿意为你笑了 很快两人便踏上返回自动城的道路 而惠景也很疑惑 蜥蜴人士如何知道他心中 原来塞兰知道了惠景 用一个叫盲鸡的名字与他人做什么 但惠景感到很奇怪 他的合伙人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抛手他的信息 原来塞兰用了一袋盐菜换了 并且他们还告诉塞兰 盲鸡借了一辆手推车没有挽回来 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被骗了 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你不觉得你已经丢失了很多商业伙伴了 这让惠景十分尴尬 嘿嘿 也许他不应该贪小便宜 与此同时 两人很快就回到了自动城附近 说不知危险已经悄悄来临 又在这危机关头 塞兰毫不犹豫地用手掌抵挡下了暗器 而他的手也因此被穿透 看来克拉克拉首领的担心是对的 因为计刃者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他们本是为了生活奔波的小伤犯 如今却被拒之门外 只因城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任何外人都不得入内 在塞兰和惠景回到自动城外围时 却突然遭到蒙面人的暗杀 但他们根本就不是战士塞兰的对手 不到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本 见此惠景也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他听说 蜥蜴人部落有一个很厉害的战士叫优尔 塞兰给予了肯定 他是蜥蜴人部落最强大的战士之一 而塞兰的格斗技巧就是跟他学来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塞兰的医学也相当不足 原来 这是他在卓尔身边跑腿试学的 因为他知道卓尔负责处理 蜥蜴人部落的内部事 优尔是最强的战士之一 能在这两位人物身边学习 这说明他是蜥蜴人部落中 很重要的成员 惠景也没想到会拍这么重要的人保 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而一切星云早已料到 但不宜拍大量的蜥蜴人前往 所以他才选择一名信任的战士 让他向流浪商人 跟在惠景身边保护他 星云相信霸权也会这样子 只要对方不掀下守围墙 他也没必要打破局面 画面一转 当惠景回到门口时 却发现城门是紧闭 并且拒绝任何人入内 随后他便向一旁的狐狸打探情 从狐狸口中得知 现在自动成禁止出路 闻死惠景有一种不好的欲 因为城门不会无缘无故的关闭 画面一转 惠景就找到了四大家族之一的乔家 见到惠景乔家家族也很是头头 这让惠景十分生气 该生气的是我才对 毕竟我刚才可是差点被暗杀 看到惠景如此平静 乔家主知道他还没了解现在的情人 紧接着他便介绍起了赛 多亏了他才躲过这一次暗杀 而蜥蜴人也介绍起了自己 我叫赛兰 是来自黑林部落的战士 闻死乔家主对他的出手给予了感谢 而两人之所以来找乔家 是因为他从哥布林口中知道 这次的刺杀与乔家无关 那是当然 我们可不像其他家族那样做事 随后惠景便询问起了关于城中的事情 而乔家主也是告诉他城中发生的一切 闻死惠景内心猛然一阵 怎么会 乔家主知道 城主不再自动成 这也加剧了继承者之间的争断 而现在他们的第一位继承者惠丹失踪 片刻之后 两人便来到惠丹的书房 惠景也不知道已经多少年没有踏进阵 小时候惠丹很照顾他 但惠景懂事后就选择了回避他 就在这时 赛兰嗅到了桌角底下有血腥的气 于是赛兰把桌子底下的毯子掀开 底下果然有着明显的血腥 并且看样子有人试图将他擦掉 随后乔家主告诉两人 这个他们也发现了 所以他们推断惠丹已经死 现在让他们困扰的是 他们没有找到一天 而自动成在第一时间已经封锁了大面 防止凶手跑出自动成 要不了几天凶手就会浮出水 因为他掩盖不了南文的气物 但惠景知道凶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准 他既然敢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底下动刀 那就说明他做足了准 就在这时 惠景脑中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 你想不想要我告诉你真心 难不成你又想坐以待敌 而一旁的赛兰也察觉到了他的意义 突然惠景示意中 凶手可以把他放在眼里保存最后处理 但需要一个很大的罐子和大量的 也就是说他会处理遗体并且还会腌肉 想必只有猎人和屠夫才会这么清楚 但到底是为什么 就在这时 赛兰也猜到了凶手的目的 是为了防止腐乱 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 而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并没有 一个在家里的罐子放了很多咸肉 并且可以出入这间书房 这一切的矛头指向了一个人 拥有猎人身份的另一个继承人 也就是他的三姐 惠真 你以为这是非诚勿扰的面子 此其实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厮杀 架起手来都得夹起 老三又麻袋装了老大 而最小的老五则是在他逃跑的路上将其授领 本以为螳螂捕蝶黄雀带虎 恕不知这一切都在猎人的注视之下 老二轻轻松松就解决了三个继承者 而现在还剩最后一页 在惠景回到自动城市 他得知了惠丹被杀的消息 通过他的推断 最终将嫌疑人锁定在惠真身上 乔家主同意了他的看法 惠景的推理很有说服力 因为几大家族得知惠丹被杀后 所有人都认为惠真是头号嫌疑犯 但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紧 原来就在惠真得知惠景推断他是凶手 他便连忙找一个地方演员 就在他愣神知己 余造声音打断了 而惠明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 他也没想到惠明知道他的去行 伴随着惠明的一声令醒 地旁的侍卫便被无情射杀 这让他顿感不量 没想到他也是一个心狠手辣之人 惠明示意他不用那么生气 毕竟你可是先杀死了最有钱 至成为城主的惠丹兄弟 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城主的位置吗 现在是时候结束这该死的兄弟情念 手无寸铁的惠真 只能狂怒地叫着惠明的名字 很快他就倒在了弓箭之下 随后两名护卫便上去查看惠真的情绪 就在惠明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时 下一秒他却是同谱之谐 待他缓缓向下看去 没想到是一把利刃贯穿了他的身体 你说的没错 现在是时候结束这该死的兄弟情念 完成这一切的惠金眼神很大 这里躺着三个兄弟姐妹 而现在还剩最后一遍 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惠金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当惠金得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情 惠丹找到了并且旁边还躺着惠真与惠明 虽然凶手在刻意隐瞒身份 但这已经很明显 他先是等惠明送走惠真 然后再出手除掉惠明 这样他就可以一举两次 再加上哥布林街道的神秘人任务 想必也是他 如果塞兰没有出现 那么这就变成了一期简单的抢劫案 现在真正的危险已经来临 但惠金没有感到害怕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 乔家主示意他 刚刚乔家内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而惠金似乎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他不慌不慢地喝了一口 所以乔家的立场是什么 经过乔家内部的讨论之后 发现惠金并不适合担任城主这个位置 所以乔家决定在惠金身上鼓一把 闻此惠金缓缓起身并给予了感谢 乔家主告诉他这不是人情 而是计算做出的决定 所以请努力地活下来 惠金也没想到继承者之间的厮杀会如此冷酷无气 兄弟姐妹现在就剩下两个 但他也很信心自己活下来 尽管这具身体被诅咒了 但还是有人信任于他 现在的问题不单单只是躲避暗杀 因为在没有抓到惠金之前 这件事情是不会结束的 并且他现在已经得到两个家族的支持 而他现在只有一个 此刻他正考虑要不要邀请苏家 紧接着惠金摸了摸头上的触景 赛兰似乎看出了他想做什么 随后便提醒他 这次你就不要想着剪掉自己的脚 贝金点了点头 毕竟他每次剪完都会流很多的血 还是想想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惠金这个问题 就在这时 等宝外传回来的消息 是城主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按照进程预计明天就可以到了 随后侍卫便缓缓上前 因为侦察队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只能告诉惠金 就在男人靠近耳边时 却突然吐血身亡了 原来是赛兰和哥布林对男人发起攻击 紧接着一把匕首便从男人的手里掉 难道这家伙不是乔家的人吗 而乔家主却是神色慌张 因为他知道家族内部已经被渗透了 与此同时 外面传来激烈的打斗声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 乔家主是一惠金赶紧离开这 看来惠金已经下定决心 要在城主回来之前完成所有的事情 他本是蜥蜴人部落排名第二的战士 却被人类用长矛偷袭贯穿了身体 而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完成首领给他的任务 保护神选继承者 就在几人商量该如何找到惠君时 没想到他选择了主动出击 而乔家主只能示意惠金赶紧离开这 随后只见赛兰打开了一条案子 虽然他并不想走这条路 但此刻他们依然没得选择 尽管这条路的味道比较大 就在赛兰不知道该如何劝警的事 没想到惠金没有用 而是选择自己跳进去 见此赛兰也感到非常意外 但这种事情惠景似乎已经起过 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掉进去 当时他差点就死在里面 因为下面什么也看不见 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 忽然出现许多光球漂浮在四周 惠景也因此寻找到了方向 当惠景看清他们的身影时 没想到是一群会发光的蟲子 而他猜想这些就是书上说的萤火蟲 但赛兰否定了他的看法 因为萤火蟲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想必这是一种类似萤火蟲的生物 与此同时 两人很快就来到了下水道的境界 这条路通向苏家猎人小屋的地下室 只要从这里穿过去 就可以出到街道外围 于是赛兰便先打算前往探查 临走是他嘱咐惠景 如果他一段时间没有赶快 就马上往反方向跑去 而惠景心里非常感激赛兰 这一段时间多亏了他的谨慎 不然说不定他的坟头都开始涨走 就在这时 惠景突然听到打斗的声音 他随即就朝门口跑去 尽管刚才赛兰有提醒过 他要往反方向逃跑 但他也不知为何自己的前面 紧接着他拿出了藏在怀里的鼻手 不管如何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赛兰死去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月亮藏在云层后面 当惠景看清却是一脸震惊 只见门口映射出一个蜥蜴人的声音 每个人都根据剑反射出的微弱光线挥动 然而蜥蜴人在人类中更容易被发现 而站在人群身后捕兽如柴的人正是惠景 那个蜥蜴人 你已经快要死了 但赛兰并没有打算屈服 见此惠景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如果是普通人类 被长矛贯穿身体早已躺在地上 紧接着他便下令上前杀掉惠景 只见四周的士兵禁止朝惠景袭去 赛兰怎么会让他们轻易过去 就在几人想突破防线时 他一把抓住前面的长矛 尾巴狠狠朝身后的士兵守去 随后一脚便将其踩在脚下 只听到骨骼碎裂的声音 士兵便躺在地上纹丝不动 然后他抓住刺穿胸膛的毛统 用尾巴缠住伸出来的其余步 并从中间位置将其折断 你为什么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然而惠景也不知道 人类有时候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他还是会选择 即使最终导致他们自己的毁 然而这不仅仅只是人类 蜥蜴人也亦是如此 克拉克拉说过 在保护对象的同时 不能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然而他也没有做到 我想对你和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 士兵们见到蜥蜴人的厉害之后 都不敢贸然上前 地旁的士兵对惠君说了什么 紧接着惠君便示意重力 谁要是将惠景和蜥蜴人杀死 他就奖励那个人一车四成 但士兵还是不敢上去 因为他们听说他是获得天选之人 想必他已经不能简单地称之为战士 惠君则示意他们不用担心 因为他被长矛贯穿了身体 也没使用身体 如果他真的是 就没必要隐藏自己的实力了 就在这时 赛兰注意到一旁的墙体 他的严巾体含量很高 那就说明里面可能是一条矿路 紧接着他便提醒惠景 接下来他们要往左边的方向跑 而惠景似乎明白他想要做什么 就在士兵再次朝两人进攻时 赛兰将双手搭在肩上 随即用尽全力朝一旁的墙体撞去 墙体的后面就如同他的推断那里 是一条盐矿通道 紧接着惠景也紧跟其后 这可把惠君几人看傻眼 该死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把他们抓回来 回过神来的士兵便朝洞口追去 与此同时 赛兰的鲜血还在不停地滴溜 而惠景示意他不用担心 因为他相信会逃出去的 哭了 再见到西元快要死 是惠景再也抑止不住泪身 难道真的是因为他身上带有诅咒吗 就在两人逃到盐矿中时 惠景只能扶着赛兰一拳一拐地 向里面走去 但赛兰丝毫不想 因为惠君很快就会追上 片刻之后 惠景却是一脸紧张 因为他没想到这是一条死的头 看着赛兰的鲜血还在不断地滴溜 惠景提议先处理他的伤口 但赛兰却拒绝了提议 因为将长毛拔出来伤口会控制不住 就在他愣神之际 没想到惠景却是哭了起来 你是在为我而哭泣 惠景则是示意他不要介意 现在你都快要死了 说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 赛兰的大脑瞬间一片空门 他知道这是因为他失血过来 但他现在还能保持清醒 可惠景却控制不住自己 因为他不相信第二优秀的战士 赛兰知道惠景说的是自己的诅咒 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信 但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随后他便轻声地安抚惠景 过去三周的我们遇到了多少危险 然而我们克服了这一切活了下来 有一种东西叫做气域 惠此惠景擦去了眼角的泪士 紧接着赛兰便询问他 还记不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在拿丝绸之后 他注意到了一些特别的地方 因为车轴的地方有着明显的人为的能力 而那辆车是在继承者争夺战之前 过去同样的事也非常可恶 所以抛开继承权之争 赛兰推断有人一直想杀他 与此同时 惠景脑中有一道声音回血 而他却无法抗制 似乎他一直在身边 就在这时 追兵的动静打断了两人 只见惠君不慌不慢地朝血迹的方向逃去 因为他知道这些矿洞基本都是死 所以他们跑不掉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镜头的两人 惠君没有犹豫立即让士兵上前杀了他们 尽管赛兰的意识在慢慢磨 但他从始至终没有打算放弃 也许就像惠景说的会出现奇迹 就在士兵朝赛兰杀去时 一道蓝色的光芒闪烁在几人中间 见此士兵纷纷停下了脚 一瞬间他就将昏暗的洞穴点亮 见此惠君也是直接傻眼 这是什么鬼东西 片刻之后一条发光的幽灵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惠景也是一愣 因为他听赛兰说过这个生物 而普兹朝着赛兰的方向往往开口 你被选中了 赛兰听到赛兰被选中身后的人类感到非常害怕 惠君更是气得浑身发走 没想到关键时刻掉链子 紧接着他便让士兵拿弓箭给他射下了 而赛兰也感到疑惑 因为他知道部落中有五个人被选中 如果他成了第六个 那么是不是说明有人离开 普兹沉默片刻 是普兴手离去了 你是部落第二强的战士 所以你有资格成为天选之人 话音刚录 一道强光从普兹身上动化 从现在开始赛兰也将可以使用雷电的能力 片刻之后普兹便消失不见 看到幽灵离去惠君立即叫士兵动手 与此同时 赛兰用力地握着贯穿身体的长毛 随即一把将他从身体回处 在雷电之力的加持下 他没有赶到一丝痛 就连伤口也在快速遇到 只见一群士兵静止朝赛兰袭去 然而他们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 之后只见赛兰缓缓抬起手掌 一股电火花在他的指尖发出滋滋滋的声音 而身旁的慧景早已捂住自己的耳朵 下一瞬一道闪电将整个洞穴都点亮了 影子本是无法独立的个体 可女人的却拥有了自我的意识 原来这是隐藏在他体内的恶梦 在女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本应该贯穿他身体的弓箭却突然管 只因影子拥有操控概率的能力 就在赛兰获得了雷电属性时 他果断地给这些士兵来上一击电流 只见一股强大的电流将士兵的身体贯穿 瞬间让他们失去了战斗能力 而躲在身后的慧君侥幸地避开了攻击 片刻之后 最前面的士兵已经传来一股烧焦的味道 在见识到什么是天选之人后 尽管慧君心有不甘 但他还是立马就溜之大气 一旁的慧景也被这股力量震惊 而他也非常好奇 黑灵部落有这么强的力量 为什么不攻打猎鬼 第一次使用这股力量的赛兰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感觉自己的精神有点疲倦 想必每个人不能无期限地使用它 这也许就是欧文隔一段时间就要吸烟的原因 慧景再次询问赛兰的身体要不要紧 他点了点头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再休息一下还可以继续战斗 片刻之后 当两人返回外面时 没想到还有人在动法发生 但很快就被赛兰解决 在背后看着这一切的霸权再也坐不住 既然如此 那就怪不得他 就在这时 赛兰和慧景却是一脸惊润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一只剑尸虎 突然出现在矿洞幕 见此赛兰下意识地将慧景固在身后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剑尸虎 下一瞬剑尸虎便对他发起了攻击 但获得了雷阵的赛兰明显更强一些 不到一个回合他便败下阵 而慧景知道这应该是慧君殆尽的 想必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当两人再次回到地面 慧君已经将这里包围 他恶狠狠地抓紧拳头 只能是兄弟之间的斗争 而你却借助外来的力量 你不怕人类被他们驱逐 并被他们吞噬 所以你觉得这一切是我的错 慧君你才是那个愚蠢 父亲为保护自动城 付出了血汗和泪水 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变得悖离 世界无比的宝旺 在北部海岸和整个大陆上 还有许多其他的大陆 但父亲不想卷入其中 也不想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进行冒陋 因为他担心每个部落的利益会相互冲动 但慧君不想再和他争辩什么 下一瞬身后的士兵便对赛兰发起了偷袭 而赛兰只是一击拔刀者 士兵就当场隐秘 见此的慧君无可奈何 谁能想到兵临死亡的蜥蜴人会再次站起 与此同时 慧君却是露出了一丝邪笑 随后便打开了手中的扇门 而慧君也察觉到了他的遗证 他为什么会突然打 这难道是传达某种信号 还没等慧君反应过 躲在暗处的士兵已经把弓箭对准 突然间慧君听到了自己的心声 也不会在你快被杀的时候叫我闭嘴 照这样下去你可能会死 尽管蜥蜴人已经做出了反应 但为时已晚 于是影子告诉慧君 你可以试图想一个力挽狂澜的行方 然而慧君也不知道 但如果现在刮起一阵风 此笑了想 风 他总是会站在我们这边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刮起一阵龙卷风 而快命中慧君的剑 被他顺势改变了运动的景 这让慧君再次惊掉下来 老天你玩我是吧 就连赛兰也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连他自己本人也不清楚 这是诅咒还是气韵 下一瞬弓箭就落在慧景身体 这比你想的更复杂一些 因为我可以操控概率 隐藏在慧景身体的恶魔属性已被激活 星云和霸权的矛盾预言 终于迎来了答案 而谁会成为最后的继承者 就在慧君用出最后的手段时 没想到慧景体内还隐藏着恶魔 而他拥有一种操控概率的能力 这一幕直接把霸权看傻眼 因为他一直以为慧景身上带有的是祖座 但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星云笑了笑 你觉得我风盗会选一个被祖奏的孩子 可霸权看到慧景的角色历史时 他绝对像是一个被祖奏的人 但当答案摆在他面前时霸权沉默 怀疑是星云修改了人物信息 闻此星云否定了他的推格 因为在他们来到这里时 这个世界的设定就是这 但霸权很好奇他是怎么看出来 而星云一开始也不确定 甚至也认为慧景身上的是祖座 他并没有因为概率很高就草率下街 虽然他们发生的都是真实的事情 但是星云觉得他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东西 事实证明 慧景的许多看似不幸的事情 其实都是针对他的暗杀起 但每次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他都能化醒 而在他掉进茅厕时 星云创造了引火虫来引导慧景逃跑 但星云知道 如果没有引火虫 他也能活着出来 因为这时星云已经意识到慧景身上的不是诅咒 而是概率恶魔模仿 闻此霸权才明白 看来我召唤剑尺虎的小心眼是对的 而现在游戏该结束 因为自动成主慧璇已经回来了 于是他便示意慧景慧君两人停手 原来霸权召唤剑尺虎也是为了拖延时间 这让星云很是疑惑 霸权知道慧璇回来之后肯定会选出继承者 而慧璇应该是下一任成主 因为慧璇的政治观点和他的眼睛 在选择继承人后慧景也无能为力 这不是杀死慧璇就能解决的事情 因为四大家族会默认成主选择继承者 星云摇摇头 你的假设本身就是错误 为什么慧璇会选择慧君作为继承人了 紧接着慧璇便走到两人面前 因为他要正式宣布自动成的下一位继承者 而此刻慧璇看到慧景的脚长出来 并且注意到他有很多话要说 慧璇也注意到他把胡子刮掉 与此同时 慧璇让他把心里的事情说出来 慧璇一直以为 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会很难听 你为什么一直想杀我 吻死慧璇也顿时愣住 而慧璇也没有否认 他很好奇慧璇是什么时候知道 原来他很早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只不过是自己不愿相信吧 慧璇紧紧地握着拳头 还有我头上的触角诅咒 也是你编造的谎言吧 片刻之后 慧璇缓缓开口 是因为你母亲力 而立是他唯一爱的妻子 但在生下慧璇时却死去了 这对慧璇来说打击不行 所以他认为是带有触角的慧璇 身上的诅咒害死 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慧璇知道真相后心里好受了血 因为他一直活在害死母亲的内疚 与此同时 慧璇慌张地说到不能随意地做出血 这是关于自动成命运的决定 而慧璇示意他放心 因为他会站在自动成城主的身子 而不是一个父亲 慧璇知道 他只不过是神明赛场上的一颗棋子 就在慧璇缓缓开口时 身后的霸权正不断祈祷 佛祖保佑 神仙保佑 耶稣上帝也来一次 星云笑了笑 烧香拜佛根本行不通 就在这时星云注意到了什么 此刻慧璇身体的恶魔也跑了出来 而他通过慧璇的嘴形 推断出会自后面一个次世界 所以你是下一任继承者 但他也注意到慧璇看起来很难心 在慧璇看来被选为继承者 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为从刚才的对话来看 所有人都会认为 城主是减轻罪恶感的选择 如果这个故事在城中传播开来 城主想要杀死自己的孩子 于是出于内疚把位置让给他 慧璇肯定会散布这样的谣言 而他的资格就会受到质疑 就算慧璇是继承者 也是岌岌可危 所以他不应该成为 被父亲指定的继承者 而是要靠自己坐上那个位置 既然只是释放了一道闪电 就让人类士兵大惊失色 因为这是属于天选之人的标志 而他们的闪电正是审法 在自动城主准备宣布 下一任继承者时 慧璇却打断了他 因为他知道 如果是父亲主动给他 那么他这个位置迟早会被推翻 所以慧璇现在改变主意了 这让慧璇感到非常疑惑 他不明白为什么 慧璇知道与其让父亲 把继承者丢给自己 倒不如自己请 不用顾及他父亲的身份 请把城堡主人的位置交给我 纹刺众人皆是一惊 慧璇连忙在一旁煽风点五 父亲这家伙在威胁 然而慧璇却是默许了慧璇的座位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威胁 但我手底下这些士兵 你该如何应对 而慧璇将手伸向一旁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蜥蜴人战士 而是一个天选之人 只见赛兰手上有一道雷电 在不断回来 见此的众人皆是惊出一身冷汗 虽然他不知道 赛兰能不能把这里的人都杀了 但慧璇知道 他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父亲 然后带着自己离开这 而慧君提醒父亲 现在的蜥蜴人已经精疲力尽 可自己怎会不知道蜥蜴人的能力 毕竟亲自到黑林部落走了一趟 首领克拉克拉 更是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 他的背后一定是神明在布局 紧接着慧璇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在我死后 自动成还没有继承人 你会怎么做 虽然慧璇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如果是真的 那么他将会寻求 黑林部落的帮助 使用黑林部落战士的力量 彻底星空成功 当然有些人会以领主的权威进行攻击 但他们怎么打败 黑林蜴蜴人部落的战士 闻此慧璇陷入了沉思 可慧君不同意他的作法 所以这才是你的意图对 随后一道声音让众人再次安静下 只见慧璇静止走到慧璇身前 并郑重地宣布 我自动成的现任城主 克此任命慧璇为下一任继承者 此刻起立即生效 这让慧君直接瘫倒在地 一切都完了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自继承者继任结束后 自动成变得更加活跃 慧璇的事情也在城中流传开来 与之前相比 现在其他种族的贸易有所增加 远道而来的商人也越来越多 城堡里的四大家族也很安静 看起来他们正在接受 城堡新主人带来的感应 但慧君却不这么认为 一个和蜥蜴人勾结的家伙 被认为是自动成的城主 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所以他打算偷偷地离开这里 等他再次回来 一定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 一道声音打断了 原来是你这该死的家伙 而赛兰很好奇 他收拾这么多行李要去拿 但慧君只是回了一句 不关他的事 地旁的赛兰也没有要阻拦他的意思 只见慧君骂骂咧咧地离开 赛兰抬头看着星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同 我不能把你这样愚蠢的麻烦 留在慧景身边 而我就是这么想 随后赛兰拿起一根柴火巢的天空 城墙上看不到任何的声音 而哥布林杀手已经在上面等候多时 就在慧君离开自动城时 他便从上面给予了致命预机 在完成这一切后 哥布林便骑着马屎离了自动城 画面一转 尽管霸权带着凯姐 可还是看出了眼中的凶狠 但他看起来却是非常淡定 而他也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看起来你很自信 霸权挠了挠额头 如果你觉得我输了 只会大喊大叫再来一次 那你就错了 星云笑了笑 看来是我错怪你了 快小小的铁皮 竟影响了文明的发展进程 而他是否会加快 蜥蜴人部落的铁气势 就在霸权输掉本事之后 他优雅地转身离开了这里 于是他准备带领猎狗部落往西边走 翻过西部的大陆 由于预言失败 而经历负面事件 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遍 但似乎他并没有太过在意这点损失 而他也很期待与星云的下次对峰 星云知道他一边前进 一边从大陆上的居民那里窃取技术 他似乎对自己很自信 现在霸权离开了这里 这对星云来说将是一个扩大影响力的机会 西部的沿海地区还有南半 由于都是沿海地区 所以星云想到了上次从蛙人那里获得的那个 因为条件限制的问题 他一直没机会是 他应该可以派上用场 而现在星云想先见见自动成的新主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慧景在工作时不知为何迷迷糊糊就睡着 与此同时 一只发着蓝色光芒的虫子落在他的手上 这让他很是疑惑 当他抬头看去 发现一个穿着长袍的神秘人出现在他面前 虽然慧景从来没有见过 但是他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是蜥蜴人所说的蓝虫神 之后他便虔诚地朝着星云跪步 我从蓝虫神的追随者那里得到了很多帮助 但星云并没有说什么 只见他手上的虫子往反飞起 然后变成了一块铁片 这让慧景感到很奇怪 因为这是他们交易时用的铁片 他不明白蓝虫神是什么意思 就在他询问的时候 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手掌打断了他 没想到会是赛兰 但是赛兰怎么会出现在这 难道是一场梦吗 看着赛兰的身影渐渐魔 慧景的凳子突然倒立 之后他就从梦中惊醒 原来这是一场梦 画面一转变到了集市场 慧景摸着屁股走出来 他知道那个梦是蓝虫神给他的气势 但他不知道和铁片有什么联系 神明的想法属实让人猜不透 而此刻一个巨魔正与蜥蜴人进行交易 巨魔人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刺手 于是便和蜥蜴人套起了镜头 他们是从西方来的部落 距离这里的路途非常遥远 蜥蜴人商贩也热情地回应了他 毕竟他从来没有见过巨魔族的人 随后便询问他要不要买一些丝绸 而巨魔希望他能给一些优惠 只见巨魔就从包里拿出了一块铁片 但他不知道一块铁片 能不能换取一张丝绸 因为这是一张品质极好的丝绸 就在蜥蜴人准备同意交易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紧接着惠景便来到两人面前阻止了这场交易 我想他应该先和我交易 看着惠景给他的眼神 蜥蜴人心领神会 慌慌张张点了点头 而巨魔人也没说什么 转身便离开了这里 随后惠景直接批评了蜥蜴人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生意 你会有更大的麻烦 第一点就是这些是上好的私承 不管对方是谁都不应该便宜地卖你 因为你是一个商人 原来他和克拉克拉用油车 拉到这里成本并不放弄 本来他也想卖高价 但因为这次有利可图 他便降低了价 紧接着惠景提醒他 黑灵附落的产品是稀有不 成本降低了并不意味着就要降走 第二件事就是铁片的问题 这让蜥蜴人很是疑惑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惠景拿出了一个小天品 用他跟自动成平时的铁片对他就知道了 在蜥蜴人的注视中 巨魔人的铁片缓缓排起 就证明了他的铁片比一般的都轻轻 随后惠景便提醒他要注意真理 与此同时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 你能比较一下这块铁片的重量吗 没想到是克拉克拉 惠景笑了笑 当然可以 毕竟自动成的秤很精准 而惠景拿在手上就感觉这不是一般的铁片 随后克拉克拉告诉 这是他们从远古一季中获得 他的质量很好 但野炼非常坷 所以蜥蜴人这边的铁匠们宣布放弃 也许自动成有办法将他野炼成新的兵器 而惠景很快就想到了刚才的梦境 这就是神明给我的启示吗 一张平平无奇的设计蓝图 竟让蜥蜴人为之赞叹 而其中的设计是否会让人类文明插上一双加速的翅膀 时间回到早上 在拿到克拉克拉提供的铁片之后 经过一下午的断绍 铁片已经变成了他想要的木 惠景看着眼前的枪头陷入了两个 因为他答应过克拉克拉会帮他制造兵器 而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难题摆在他面前 那就是打造这种铁块需要的成本非常大 其实只需要垂击石下的工序 现在需要敲击三四十次 他也是费了半天时间才勉强锻炼出营 惠景很疑惑 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 原来在打铁的同时需要保持金水的柔软 如果中途休息就需要加入更多的木炭 这样会让成本大大提高 闻此惠景很是头疼 随后便示意铁匠下去休息 与此同时赛兰也走了进来 他也看出了惠景是因为锻造的问题 也许你可以跟克拉克拉坦诚相待 当时惠景非常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做的 如果现在就说不行 克拉克拉会看不起他们的盟用 而赛兰告诉惠景 克拉克拉是一个很宽容的人 因为他一开始也没抱太大希望 他回答的样子赛兰都已经想出来了 却让惠景顿时愣不 因为听起来挺伤自尊的 其实惠景已经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只是他还是一张图纸 紧接着惠景便带赛兰去一个地方 随后两人来到一条密道中 而在这里赛兰见到了传说中的一笔 自动成的修复卫士 但他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赛兰看着 伴随着惠景将大门推开 一个巨大的水车出现在两人面前 而赛兰也感到非常震怒 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惠景告诉他这是自动成的能量来源 之所以见在这里是担心敌人将他破坏 而水车靠水流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能量 就像一个不知道疲倦的公园 闻此赛兰明白了惠景的想法 你是想把这种力量运用在打铁上吗 惠景点了点头 所以他需要得到黑灵部落的帮助 因为景平靠他们自动成是无法完成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惠景将他的设计图纸拿了出来 而他的想法正是在不动第一个轮子的情况下 在下面增加三个新的轮子 但他不知道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卓尔负责黑灵部落的技术板块 他对惠景的想法给予了肯定 经过他们对水流的探查 这个方法成功的概率很大 但这么大的工程需要很多财力以及物力 因为使用的木头需要足够的坚硬 而这一片地方没有森林 所以他们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将水车建好并运用 惠景让他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因为自动成有足够的财力 而卓尔示意他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紧 因为在投入资金的同时还需要考虑他的回报 如果达不到你想要的期望 就会削弱你在自动成的地位 这就是你需要承担的风险 回到房间的惠景思考了很久 随后他便问起了体内的恶魔 然而恶魔对此也无能为力 因为他不是预言之神 紧接着惠景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恶魔 第一个轮子是自动成的能量来源 而第二个轮子则是连接工匠的风向 在有充足木炭的情况下可以让火焰一直燃烧 而第三个则是连接一个大铁锤 即使是人类无法敲击的铁块也能被他垂敏 第四个给魔石提供动物 可以让他碾碎更多的谷物 闻此恶魔也表示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眼下的事情只能由他亲自完成才行 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惠景的信心更加坚定 所以下一步就是完成水车建造 新的玩家出现了 面对突然出现的视频通话 星云果断地选择了确定 随后一个打扮如同精灵的玩家出现在他面前 而精灵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星云所求共体 因为他自称是精灵之神 时间回到一个月前 蜥蜴人和人类还在为水车的事情忙得焦头烂 因为在建造的时候出了很多事情 水车掉下来还是常识 更惨的是买的零不见还被商家骗了 但这些都是小事 因为还出现了一件重大的工程事故 由于空间计算错误 导致第四个轮子在安装的时候空间不够 所以这也意味要把前面三个重新安装 这让惠景很势脱脱 但他还是选择了重建 而几大家族表示三个水车就够了 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要花两倍的时间 以及更多的人力物力 惠景不同意他们的提议 因为这是蓝虫神的任务 他向神明启示一定会完成四个水车的建造 你想唤起蓝虫神的愤怒吗 听到蓝虫神会愤怒几大家族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而星云在上面看着自动城发生的人气 虽然他没有要求惠景建造四个水车 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足 只要惠景能给他带来信仰的直救性 因为人类是一个不可控的群体 不像蜥蜴人那样绝对忠诚 虽然惠景以神明为借口延长了工期 自动城的其他有影响力的家族不太可能强烈腐费 因为随着建设的进行 他们将体验到各种各样的好色 自动城是以商业为生 而工人的短暂停留会给商业带来资源 商业区的扩张最终会带来利润 最后经过许多曲折 失落的世界最先进的结构 四轮水车在自动城成功运行 这一切的背后少不了黑林部落的帮助 伴随着水流的流动 一时大随着也随着运作期间 而惠景也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随后他对神明表示报警 因为他借用了蓝虫神的名义 但他知道神明一定会理解 与此同时对画框提示星云 炼铁技术已达到二级 文明现在有了生产更高水平铁技术基础 可以也炼钢铁来制造更坚硬更耐用的铁器 第一种货币概念的建立完成 第一种书面语言已经建立 这项技能的发展速度比所有玩家的平均速度要快点 星云自信地笑了想 这不是很好 而这就是他选择人类作为第二个种类的原因 画面一转来到第二天 两个精灵对城中发出的声音很是好奇 虽然他们听说自动乘游水车 但他们没想到能在这么远的地方听到声音 就在这时 身后的蜥蜴人商贩叫住了他们 并向其介绍了黑灵部落的丝绸 而精灵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丝绸 当即就决定买下来 紧接着他们拿出了精灵部落炼制的铁 而蜥蜴人经过会警的教训之后 拿出了天平衡量 随着铁片被码码抬起 很明显这是缺精少量 对此蜥蜴人商贩果断地拒绝了交易 而这也让精灵很是生气 紧接着商贩告诉他们 需要到自动乘交易处兑换流通货币 却不料精灵当场诋毁他们 是破不了 蜥蜴人商贩当场就发飙了 因为丝绸的成本极高 不仅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还需要极高的公务 面对这样的顾客 蜥蜴人当即就把他们赶走 而惠锦则是躲在一旁偷偷地看人 看来他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商人 但精灵的出现他感到很迷惑 因为精灵很少出现在自动乘中 为了一探究竟惠锦决定跟上去看看情况 经过一下午的跟踪 惠锦却是被他们的行为看傻眼 因为这些家伙并没有去对缓流通货币 而是靠他们美丽的外本欺骗商贩 但很多都是新手商贩 比起做生意这更像是找傻瓜 惠锦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全新的骗局 如果让这些人成功了 那么会导致自动乘的利润降低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星云的邮箱上突然就出现了一条信息 玩家艾尔达请求视频通话 这与霸权不一样 毕竟星云比较了解他的性能 星云不知道该不该同意 有必要谈一谈吗 因为关于北海岸地区 星云确实没有太多的信息 最后星云还是选择了接受 很高兴见到人 人类 我是伟大的精灵之神 艾尔达 这可把星云愣住 难道是角色扮演的玩家 艾尔达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精灵 但由于他们像精灵一样 雌雄同体的外形 很难确定他们的性能 但在创建化身时 性别并不是那么重要 星云对此并不在意 随后对他做出了礼貌的回应 而他也表示星云比霸权有礼貌多 星云也没想到他居然认识霸权 但接下来的话 让星云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就是他把霸权从北海岸赶走 这个RP玩家这么强了吗 对此星云也好奇艾尔达找他有什么事 而艾尔达却是直接让星云给他供品 这可把星云听得疑乱 你这家伙不会是疯了吧 开战了开战了 没想到这些精灵族的人徒有奇点 第一时间就对星云发起了战争 而星云又该如何应付 时间回到几天前 在星云接了艾尔达的视频通话后 便马上把他拉入黑名单 谁能想到会有这么不要脸的玩家 还没开始交谈就所求共同 虽然星云没有与他有过正面冲突 但以星云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惧怕任何玩家 精灵族一直驻扎的北部海岸 由于寒冷 因为气候问题很难通过昆虫进行侦探 所以他对精灵族了解的不是很多 但这个问题也是双向性 并且星云猜到他不能控制鸟兽一类的东西 因为派精灵进入城中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星云也并没有要打算小看 毕竟他刚才提到了打败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 星云已经做好了战斗的主要 让我们看看除了霸权之外的其他玩家在做什么 画面一整 只见惠景正自信地朝一旁赶去 因为他听说有精灵的使者求解 此人正是精灵族小队的队长莱纳 而惠景也大概猜到了 他应该是为了今天精灵族的事情 见到自动城的主人莱纳丝毫没有必须 直接就开门见山地说出来 但惠景并没有打算要理会他们的意思 见此精灵便拿出了一个盒子递给惠景 紧接着惠景接过盒子查看 没想到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 而这是精灵族在一处远古一季获得 他们正是想用珍贵宝石 让自动城对他们的生意 睁一只眼地一只眼 这是一个不错的技能 而精灵以为惠景是一个贪财之人 而下一瞬他却是突然愣住 因为惠景直接就将宝石丢掉了 见此莱纳收起了笑容迅速拿起盒子 他打开盒子查看宝石 然后松了一口气 而惠景对他们的行贵是怀疑 因为以前精灵族并没有从北岸下 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 在没有了解情况之前 惠景选择了暗兵不动 这时惠景想到了蓝虫神 现在是一个不错的营销时机 只见他自信地介绍起了他们制作的墨子 然而他们已经有了信仰的神秘 那就是无影之神 画面一转 只见赛兰来到了惠景的办公室 并表示已经派人去给精灵族的人道歉了 因为上一次惠景要求他们改变信仰 还把他们的神秘侮辱了 此刻惠景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那些精灵除了长相之外感觉好不到哪里去 可当铁赛兰却打断了他 你的长相值得一看吗 闻此惠景顿时愣住 随后他便连忙拉开话题 毕竟他们可是打算贿赂赂自动成的城堂 与此同时赛兰朝窗外看去 他猜到精灵族会在雨季之前来到这里 所以他们需要做好万全的准 不过我们不打算欢迎他们 赛兰也在一旁附和 到时候我准备更多侮辱信仰 所以我们需要做好万全的准 画面一转来到几天后 自动成的士兵在巡逻时 忽然发现前方传来了一动 只见一支军队正快速地朝自动成运动 当时也逐渐清晰 跟他们料想的一样 是精灵族的人 他们正式收到了无影之神的信息 对自动成发起进攻 此刻他们领头哈士迪安正一脸合意 因为在他看来 一座用泥土堆出来的城堡 他随时就可以将自动成消灭 而他们神明就在天空之上看着 他也自信地觉得 三百人的小队足以接管自动成 因为经过他的观察 自动成虽然高 但是里面的士兵却只有150名左右 并且用的都是劣质的弓箭 与他们的弓相处 他们的弓可以集中八十多步的距离 哈士迪安更是觉得 自动成的城主马上就要给他跪下 然而星云早已料到精灵玩家会发起进攻 那就让我们手底下见真章吧 文明冲突 你的部落正在与玩家对抗 当精灵之神看到突如其来的提示 让他顿时吓人 他没想到人类和蜥蜴人竟然是异物 就在精灵族首领幻想着 生情自动成城堡时 地旁的守卫匆忙来报 因为此刻正有一只军队躲在山上 哈士迪安很是困难 他命令他的战士们去查清这些人事 经过探查得知了他们是自动成的战士 让哈士迪安不解的是 为什么他们在城堡外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要来 难道不应该安安静静地在城堡里等的吗 哈士迪安有些慌乱 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战士数量超过了对手的士兵 对手并没有带来所有的士兵 所以他觉得胜利的天平还是属于他们 与此同时 身后的士兵注意到后方传来动静 他们的身后正有一只小队巢他们杀了 因此哈士迪安连忙回头看去 没想到是黑灵部落的人 该死的 他们怎么会在这 身后的埃尔达顿时愣 他没想到蜥蜴人会帮助人类 当看到对话框提示他才反应惯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种 就在这时 星云收到了埃尔达的来信 只见他惊讶地询问星云 蜥蜴人部落是不是他的盟友 难道还有其他神明参与战争 看着喋喋不休的埃尔达 星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在联系之前能不能先看一下本地信息 随后他连忙查看本地列子 而上面只显示星云一名玩家 周围没有其他人 那就意味着一件事 尽管如此埃尔达还是很空 你不是人类信奉的神明吗 而星云没有否认 你说的没错 但同时我也是蜥蜴人信奉的神明 文慈埃尔达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会有玩家拥有两个部落 尽管埃尔达感到惊讶 但底下的战争已经打响了 此刻的精灵族手忙脚乱 因为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根本抵御不了两个部落的围攻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抵御住黑灵部落的突袭 然后杀出一条小路突围 可人类怎会给他击败 只见埋伏在山上的士兵对准了他们 然后无数弓箭如同雨点 朝他们落下 精灵族的士兵一下子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就在他们忙着躲避弓箭时 克拉克拉已经率领骑兵团杆 哈士迪安试图让队伍保持阵性 虽然有一些士兵重新拿起了长矛 但已经为时已晚 在最前面率领骑兵的是克拉克拉 随后只见他伸手指着天空 健忘的精灵族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瞥了一眼克拉克拉所指的力 然后克拉克拉把食指从天上 拖到精灵长矛兵所在的底 似乎一条白色的视线穿过了大气槽 瞬间将一个区域点亮 克拉克拉并不打算给他们闯气的机会 手持长矛让精灵血剑当场 对于训练有素的蜥蜴人来说 这些精灵就如同针板上的肉 而哈士迪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士兵丢下武器逃跑 尽管他想用无影之神的名义捕鲁士气 可士兵没有要理会他们的意思 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识 紧接着普兹也浮现出一个虚意 在战场上不断盘旋制造恐慌 第一波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但克拉克拉并没有打算要放过逃跑的精灵 看着自己的部落被单方面的虐杀 埃尔达很快就提出了投降 所以你这么快就想得要干预了吗 埃尔达没有办法 因为实力差距就摆在那里 随后他便让星云提出停战的条件 只见星云伸出手指 信息技术还有资源 这让埃尔达顿时愣住 这些东西不就是全部吗 埃尔达似乎在思考什么 在玩家之间的战斗中取得巨大胜利的情况 即将失败的玩家有时会在接受一些条件和谄媒行为后继续玩游戏 在可能的条件中技术和资源是最简单的条件 要技术意味着要埃尔达的精灵部落发现和开发的所有技术 至于资源 这基本上是埃尔达最初向星云要求的供应 信息则更特殊一些 在失落的世界中 信息是只关于所有实体 区域 地图和实体能力的信息 这些信息都保存在玩家的信息标签中 基于某人信息意味着分享所有保存和不断更新的客观事实 包括周围物种和部落的位置 他们的数量和发展水 更具体的说 是玩家独自发现的古代遗迹的位置 以及玩家所关注的实体的统计数据 虽然交出技术和资源意味着交出玩家迄今为止所积累的一切 但交出信息也意味着交出未来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 可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只见埃尔达含着泪水向星云至极 我埃尔达精灵之神 被人类之神和蜥蜴之神的人词所征服 将给你献上你所需要的东西 请原谅我过去的傲慢 那么现在就让我告诉你关于北海岸的信息 曾经濒临死亡的蜥蜴人不露 如今却成长为一方霸子 指引我是他们唯一信奉的神明 只有获得他们信任 我才能在这场神选竞争中获胜 否则等待我的结局只有死 在精灵之神被星云的人词折服后 他只能献上关于北海岸的所有情统 而星云也好奇那片区域有多少名玩家 想必不止他一个人 艾尔达点了点头 随后从他口中得知现在北海岸还有两名玩家 分别是索隆哥斯和林昌西 虽然几人私下有交易 但还没有形成联盟的关系 索隆哥斯得到了半人马族的幸云 而星云似乎对这个种族也不有了解 虽然整个种族都有骑兵的优势 但是很难增加人口 而且还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如果让他们来跟自己的部落来一场较量 星云自己也会感到很烦恼 虽然蜥蜴人部落有自己的做起 但跟半人马的优势相比显然不可吃亏 而林昌西获得了魔人的幸云 因为他设法弥补了魔人种族智力一下的缺点 让他们的体型充分发挥了优势 据艾尔达所知 他似乎通过小区域的祝福成功地提高了他们的职 这星云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在之前他也给克拉克拉降下祝福 与此同时星云也好奇他们两人谁会更生意诚 霸权是不是与他们进行战争 艾尔达表示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因为在北海岸每个人都占领了一片地区 而霸权又处于最南方 以星云对霸权的了解 他一定是想在南方发展自己的基地 最后就是遇到了自己 林昌西是一个极其霸道人 时不时的就向艾尔达所求共产 说到这里艾尔达的眼泪就情不自禁地落下 因为他很难满足那个家伙的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两人第一次见面时 艾尔达突然要星云献出共互的原因 所以林昌西对索隆哥斯的态度比你有好 这让艾尔达顿时一惊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星云笑了笑 很简单 因为他的种族是半人马 而精灵和魔人处于一个地区的种族 最后都会因为土地问题发起战争 并且星云肯定精灵族绝对是第一个被开刀的 所以他没有必要对你好 这让艾尔达顿时愣住 没想到自己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 紧接着星云示意他不用太过担心 毕竟如果北方突然出现一个强国 对自己也极为苦务 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互帮互助 闻此艾尔达一下子泛起了泡泡潮 你真的愿意跟我合作吗 可是他的主力部队已经没有 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而星云早已想到了一个技能 你不是获得了无影之神的技能吗 想必你肯定获得了艺术的紫玉米 这让艾尔达内心猛然一阵 他没想到星云对自己了解的那么清楚 紧接着星云便示意艾尔达过来 并告诉他接下来该怎么做 当他得知后也是尤为正经 这样真的可以吗 画面一转来到另一边 半人马的首领在风雪中看着脚下这片银 因为精灵族的预言家看到了一个预言 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会出现一个新的武 他会捕制这里的仪器 所有人都会沉浮在他的脚下 人马族的首领很是好奇那个人会是谁 新国王是人人都要向他鞠躬的人 这让人马族首领感到十分伐击 你说的国王不就是神明吗 预言家摇了摇口 神明不是这片大地上的 首领随即大笑起来 那个人一定就是我 可预言家直接就否定了他的看法 你听说最近有很多关于黑灵部落的谣言吗 尽管他们非常强大 但是他们无法到达北部海 因为有一个强大的部落挡住了他们的去 将要成为国王的是一个巨人 他比人马部落和精灵族的人更加聪明 这让首领十分生气 难道我也要奉他为王 预言家非常肯定自己的汉 可下一瞬他却是血剑当场 因为他不认同这个运营 让他低头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神明 然而这一切都是无影之神让他传达 埃尔达很是一族 他不明白星云的用意是什么 星云看出了这个首领很是生气 并且他好像不太相信那个运营 但星云的目的已经达到 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既然只是来到人马部落 就将他们的首领惊出了一声恶哗 只因他说的话 与另外两个使者的意思恰恰相当 如果人马族染指国王的位置 那么他们的部落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时间回到早上 卡巴里族再次从梦中惊醒 因为之前的精灵预言 这个噩梦反反复复的困扰 在他每次快到达山巅时 总有一块巨石砸中他的脚 他不知道国王的位置 已经变成他心中的执念 在这片荒野上 有多少人会知道他的名字 因为有几名使者来自 卡巴里族没有犹豫 直接就让他们进去 他也想看看其他部落的相当 卡巴里族在帐篷内紧握着拳 显得十分霸气 第一位使者是和之前的预言 加一个种子 但和他的预言完全不一样 他完全不赞同之前的看法 相反说他卡巴里族 有可能成为新的国王 第二个使者是来自南方的自动党 他们带来了很多共识 并且也是赞同他会成为国王的官员 虽然这不是神明给他的启示 但他的内心却出现了动摇的痕迹 最后一名使者是蜥蜴人部落的 他走进帐篷自然地脱下头上的帽子 你好 我是来自蜥蜴人部落的欧文 卡巴里族不禁期待着 这位自称欧文的陌生蜥蜴人要说些什么 你也是打算让我成为国王吗 听到国王这个词欧文抬起头 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 老实说我不想让你成为国王 如果在一天前 卡巴里族被告知他不能当国王 他会非常愤怒 但现在在与前两位客人交谈好 他与其说是生气到不如说是慌乱 他很想知道答案 难道是我不够自杜 欧文很自然地笑笑 看来你得到了其他部落的认可 卡巴里族肯定了欧文的猜测 他刚才得到了精灵和人类的认可 那么黑林部落的态度 而欧文很确定地表示首领会承认他 卡巴里族却感到事情不对劲 因为他感觉欧文的话里有话 紧接着欧文再次提醒他不要抢那个位置 这仅仅是他自己的看法 跟黑林部落无关 此刻卡巴里族很是不满欧文的看法 连人类和精灵都支持他 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而欧文也没有藏着掖着 既不是资质也不是能力 而是神明 此卡巴里族内心猛然一震 卡巴里族记得他已经忘记神明的信息 或者确切地说是他想要的信息 当然这仅仅只是欧文自己的飞断 既然大陆种族的等级存在差异 那么神明的之间也亦是如此 你们的神明在魔人族的神明面前 只能俯首称称 听到这些话卡巴里族眼里充满了愤怒 随后他拿起地上的斧头 就朝欧文的方向劈去 你这是在侮辱我们的神明 当然欧文没有想要躲避的人 我说的只是神之间的等级制度 而不是部落之间的等级制度 你为什么生气 塔玛里族似乎随时准备攻击欧文 但很快就平静下 你真的认为魔人的神明在我的神明之上吗 这时塔玛里族回想起了梦里的场景 每一次的结局都是被石头砸下去 紧接着他便询问欧文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而欧文则是缓缓起身 蜥蜴人部落的战士在必要的时候 也会违背手里的命令 也许你的神明也不 临走时欧文还不忘提醒他 如果是我可能要做你神不愿意做的事 与欧文对话结束后 塔玛里族陷入了沉思 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为了自己的事 他愿意走神明不愿意走路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星云和爱尔达默默看着人马部落发生的一切 爱尔达没想到自己的领域还能证实 对其他种族进行干扰 即使他们被另外的玩家操控了 想必现在那个叫索隆哥斯的玩家要操碎心了 此刻爱尔达很适宜活 难道种族之前的挑拨离间还能用在神明身上吗 星云用肯定的语气回答 为什么不可以 索隆哥斯也知道游牧民成长的局限性 如果他不做出行动 难道真的要等着林昌西吞并他才做出反击吗 索隆哥斯肯定也是这么想 不然他肯定会阻止人马 很显然他不会 人家之间的案子 同时也是部落与部落的对决 索隆哥斯第一次反抗林昌西 人马部落和魔人部落究竟鹿死谁手 塔玛里度听闻欧文的话后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违背神明的提示 因为他有一项神圣的任务要完成 而看着星云的操作爱尔达很是不紧 尽管他们能影响部落之间的人 但玩家与玩家之间的是无法插入 可星云却很自信地告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猜到索隆哥斯的心思 想必他已经意识到游牧民增长的极限 他也在等那一刻的道理 将居民作为一种文明来发展是很难 你是说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他会被林昌西吃掉吗 星云用很确定的语气回答 那是必然的 我肯定索隆哥斯知道这件事 所以他很有可能不会主动阻止塔玛里度 事实也正如星云料想的一样 塔玛里度已经开始对魔人发动战争 而此刻的索隆哥斯正向林昌西鞠躬道歉 但林昌西并没有要责怪他 因为他们也没想到爱尔达会与其他玩家对抗 可索隆哥斯并没有抬起头 我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但林昌西觉得应该道歉的是他自己 因为是他让索隆哥斯牵制住霸权 不然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如果塔玛里度死 你就会失去一位重要的大祭司 闻此索隆哥斯却抬头大笑起 随后只见他眼神殿的犀利 我要道歉的是塔玛里度会杀死塔金 可林昌西却是回头不屑一笑 是吗 我可不这样认为 索隆哥斯轻笑两声随后喃喃道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很快就来到了人马部落发动突袭的事 塔玛里度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遗弃 因为他没想到魔人会隐藏在山林之中 只见一群身高两米半 体中一吨的大块头出现在他们面前 面对突然出现的魔人人马部落的人 根本来不及反 因为地上都是魔人派过来的哥布林 与此同时 魔人也抓住了战场上的尸击 手里的大石锤狠狠地砸在人马部落的战士身上 在没有速度的优势面前 人马只能任由魔人宰割 这时塔玛里度才意识到哥布林是魔人的陷阱 看着自己的战士被单方面的猎杀他 还是生气 随提风上前将前面的魔人律师航弹下 在打了前面的两个魔人后 一个更高大的魔人出现在他面前 这两个人以前从未见过你 但他们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 他们认出了对方 没有必要谈话 两人互相冲了过去 他们徒手格斗 而塔玛里度的力量也很强 两人的兵器都被击飞出去 卡金最终掐住了塔玛里度的脖子 塔玛里度奋力挣脱卡金的抓手 塔玛里度的力量是58 在与任何人的力量较量中从未输 卡金躲开了塔玛里度的身子 祈祷了塔玛里度的背上 塔玛里度跪了下 因为卡金的重量压准了 卡金没有用手 而是用手腕和钱币掐死了塔玛里度 当塔玛里度认为自己已经牢牢抓住时 卡金扭住了自己的胳膊 塔玛里度的脖子断了倒在地上 干冷的北风吹过旷野 两个神明站在崎岖的土地上 你打算打败他吗 星云没有回答 只是盯着自己的系统窗口 埃尔达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他以为人马会对魔人造成不小的伤害 不见他在一旁绕着圈子一边喃喃自语 可惜了只是损失了一些胳膊里 还有两个魔人战士 星云在系统信息上下滚动仍然没有回复 埃尔达继续一边倒的谈话 蜥蜴人不是你的主力军吗 他们对寒冷的抵抗力相对较劳 所以如果他们在北方作战 他们就无法全力移 我知道人类军队已经得到了祝福 来提高他们的身体能力 但他们的人数并不 如果我的主力军还在等 这时星云打断了他 因为他不需要精灵的主力军 而且蜥蜴人也不会攻打魔人 文此艾尔达也是一愣 他不明白星云是什么意思 这时星云突然询问 他在之前失落的世界的排名 艾尔达斜视了一眼 虽然他很不情人 但还是告诉了星云 他在那款游戏的排名是第3400 文此星云顿时一谋 这虽然不是太差 但也不是好的排名 星云以为他们是按游戏的排名选择候选 难道是随机的吗 但是对于第一名和第二名同时入选 似乎是有意为之 此外很奇怪的是 艾尔达的排名是3400位 而不是23400位 甚至是43400位 所以星云肯定还有其他的选择标准 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时星云好像当想起来 试得问艾尔达 对了 你会继续配合我 对吧 艾尔达听闻很是无语 随后在后面骂骂咧咧的 亏他刚才说了这么多 这家伙一句没听进去 但星云还是说了句谢谢 与此同时的另一点 林昌熙正分析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他注意到星云这个ID 如果他没猜错 那么这个就是游戏排行榜 第一名的那个家伙 当时他还邀请了星云直播互动线下聚会 但都被星云拒绝了 因为星云只对游戏感兴趣 但最近他发现蜥蜴人在星云的控制下游戏 他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所以林昌熙认为 蜥蜴人不会对他的游戏流程产生太大影响 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运气比星云好 因为他可以控制鸟类生物 而星云的蜥蜴人和昆虫都惧怕寒冷 魔人则完全忽略这些恶劣的条件 所以他只需要在冬天到来之前准备好充足的食物 就可以避免蜥蜴人的侵扰 并且自己以前还是排在第二十名 我应该试着打败排名第一的选手 很快冬天就到了 可林昌熙感到很奇怪 蜥蜴人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突然他发现了地图上的一些异常 精灵族的村庄突然冒起了滚滚浓烟 这让他很是疑惑 此刻他没有任何的头绪 难道你是在转移注意力吗